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怎么样的圆满人生 寄生成佛 那么你要想圆满人生 寄生成佛 光凭我们自己的一个人的力量 很辛苦的去努力 那也是做不到 所以怎么样才能够利用短短的几十年时间 因为我看了一下在座的年龄跟我的年龄大概差不多 我已经五十岁了 你们年轻的可能有三十几岁 四十几岁的 但是呢 我们经过了几十年的折磨到现在 特别我们过了五十岁以后的人 实际上已经看到后面的路了 终点了 终点就是死亡嘛 对不对 但谁也脱不了死亡 伟大的导师释迦牟尼 他最后也涅槃了 也没有是流行常驻 我们历史上所有的成就者 包括六祖慧能大师 那也都是没有说肉身不腐 肉身常驻 顶多是肉身不腐 像六祖慧能 他修炼成功以后 今天他的肉身还在广东祭祀着 供人祭拜 这千年了 还没有毁坏 但是不能给我们再讲经说法了 不是一个活生生的人了 所以是我们在座的感到了特殊的时空 现在人长寿 那么马来西亚的平均年龄我不知道 新加坡的大概是82岁左右 82.5岁 也就是说有活的 寿命短的 他是平均寿命 那更多的是超过82岁的 那有90岁 100岁的老人 那最近有一个老人 是澳大利亚的 他过一百几十岁的生日的时候 他这个记者多话 问他最大的心愿是什么 结果他是最大的心愿就是早一点死 这个告诉活着没有意思了 那结果这老人真的是去 这个瑞士还是哪个国家安乐死了 最近刚刚死了 所以是一个人的寿命长短不是重要的 但是我们为什么要活着 是因为我们没有解脱 没有今生成就之前我们不能死 这个气 这个肉身 释迦牟尼说人身难得 我们今这一生好不容易得到的是这个人的身体 一旦丢了这个人的身体以后 我们就不能自主 有的人说我死了去极乐世界 跟大家真诚地讲 你活着如果不能去极乐世界的话 死了绝对去不了 活着的时候你都能够清醒地自己做主 死的时候如灵归剥渴 冤亲债主围绕着你 要把你最后一点灵光都拿走 疼痛难忍 那个时候你不生这个诚恨心 已经是十分殊胜了 所以说我们真正要解脱是活着 记住 是活着 无论是你要往生极乐世界 你要活着去 有人说老师不可能啊 我们死了再去极乐世界 你错了 是活着去的极乐世界 死了必定往生 这是阿弥陀经的秘密 那它里面告诉我们 在活着的时候 我们的下腹腔是无泥之地 是业力堆积的地方 黑乎乎的 这个我们到了中年以后 特别女性 公寒 子宫下垂这些症状 那导致我们下腹腔没有热力 那么这个时候呢 就开始衰老了 难的也是一样 这个小腹腔冰冷冰冷的 那就很多男性的前列腺疾病啊 还有其他的这种各种疾病 都就会相继产生 腿脚无力啊 所以大家要知道 我们的那个下腹腔 是污泥之地 是业力堆积的地方 是传统所说的地狱的地方 要在这个污泥池里面 画出莲花来 就要出于污泥而不染 那么在这个地方 用自己的心肝脾肾肺的五彩光 青色青光 白色白光 黄色黄光 红色红光 再加上肾的紫色紫光 五彩光 造出我们自己的莲花 用自己的五彩光 五彩莲花 化生出自己的身外有身 在楞严经中叫得意生身 那这个在活着的时候 你要完成这个化变 也就是在自己的肉身中 再化出一个自己的身体 这个身体是五脏光组合而成的 里面有你的性和命的精华 有如来性的光在里面 所以这个身体是莲花化生的 那么你在这个世界莲花化生出来之后 在极乐世界同步就有一个莲花化生的身体了 那这个我们知道 在今天的物理学界叫做量子纠缠 也就是说你同步在这个世界有一个莲花生的时候 在极乐世界 你的莲花生也就化出来了 所以说我们人只有活着的时候 才能完成往生西方 不是你念一句佛就可以往生 念一句佛绝对不能往生 跟大家负责任的讲 只有自己老实发教的 利用这个身体 佛陀说的 我们人身难得利用这个人的身体 在活着的时候完成莲花生的化变 同步在极乐世界 你就会有一个莲花 极乐世界的莲花池中就有一个莲花生生成的 那你活着的时候量子纠缠 你在这面的莲花中 同步你就在那个莲花池中 无量寿经告诉我们 我们在这个人间精进修行一天 我们在极乐世界莲花池中的莲花 就可以长大一轮 就是你今天修炼一天 那里面的莲花就大了一圈 是莲花包 因为你死了以后才莲花 花开见佛 勿无声 你活着你不能够花开见佛 当然是大修行者随时可以莲花开赋 所以在《无量寿经》中 他是这样的告诉我们 那就是说莲花池中的莲花 为什么一天比一天大了呢 怀过孕的女士们都知道 你的肚子为什么一天比一天大了呢 里面有北鼻了 所以你的莲花池中 开始有莲花化生的种子 有北鼻在里面了 所以你莲花池中的莲花 才会一天一天大 一天一天大 到你这面功德圆满的时候 那面什么 花开了 瓜树嫡乐了 婴儿出生了 那婴儿出生的时候莲花开赋 然后花开 见佛勿无声就完成了 所以这是什么呢 这是寄生 寄子肉身往生法的制药秘密 咱们南洋地区的信众们 大部分接触的是显宗佛教 无论你接触是净土宗 还是禅宗 还是操动宗 还是为时宗等等的 你们接触的大部分是显宗佛教 有一些人接触了密宗佛教 可惜的一点就是你没有懂得密宗寄生成佛的体系 你只是修了一个财神法 修了一个什么本尊观点 又修了什么前行加行 你是只是修到一棵树上的树叶子树枝 你没有找到那棵树的干 没有找到那棵树的根 你自己没有根 没有干 你自己就不会开自己的花 结自己的果 所以佛教我们是让我们开自己的花 结自己的果 而不是赞美别人树上的花 赞美别人树上的果 所以我们要知道成佛也是一大因果法 你自己一定要有树根 有树干 开自己的花 才能接自己的果果 所以不要去紧紧停留在我的法师厉害 我是某某皈依弟子 这些都是赞美 没有用 你自己的树根扎下去了没有 你自己的树干长高了没有 你的枝有没有茂盛 你的花什么时间才会开 你的果什么时间才会长熟 大家要关心这个东西 你不要只是看别人果树园里 榴莲园里到处都是开的榴莲 那是人家的 跟你没有关系 你自己的榴莲园里面的榴莲 是否已经长大了 是否有果子吃了 你是否能够用这个果子去利益别人了 这才是最重要的 所以大家要知道 释迦牟尼老人家在世的时候 没有教给我们三大阿僧奇劫成佛的方法 他让老人家教给我们的是 寄此肉身成佛的方法 叫寄身成佛法 叫一生成就法 那么担心大家这一生完不成这个工作 所以是给大家留下了一些净土法门 净土法门包裹了阿弥陀佛 西方极乐净土 包裹了琉璃光世界的钥匙净土 包裹了诸佛菩萨 南方宝生佛 北方不空成就佛 等等一切无量诸佛的净土 大家都可以发愿往生 包括弥勒净土 包括观音净土 文书净土 普贤净土 那么这些净土 大家都可以发愿往生 看你的愿力 看你喜欢跟哪尊佛菩萨有缘 因为所有的大菩萨 登地以上的十地菩萨 像文书 普贤 这些都是十地以上的菩萨 他在妙觉位 在等觉位 往妙觉位进步 最后要等佛身 那么这样的一个过程 他们有十地 十地大家知道菩萨登地 在第一地叫登地菩萨 二地菩萨 三地菩萨 八地不动地菩萨 所以在第一地他已经有地了 但是一地菩萨到七地菩萨 行不成自己接引力的净土 他自己注入还可以 他不敢拿来接度众生 只有到八地不动地以上的菩萨 才可以接引众生 为什么 大家知道地震很可怕 夏威夷 火山冒出的火也很可怕 所以当他还是动地 没有打到金刚不动地的时候 那个地会闹地震 会闹火灾 闹这个 我们说是这个火山爆发 所以不能够让众生利益 根本利益 只有到了八地不动地金刚地 然后这个根本就不再动摇了 没有任何的恐惧了 众生到了那里就是一个金刚界 然后不再退转 在这样的金刚地以上的地中 我们修炼 那么因为我们已经超越了地位空间 在高位空间中 已经超越了我们所说的天人 阿修罗地狱畜生恶鬼的六道空间 在那个地方不再退转 直至我们成佛 所以迷了净土 接引大众去迷了净土世界 阿弥陀佛的净土 极乐世界 西方极乐世界 还有东方极乐世界 南方极乐世界 北方极乐世界 极乐世界有无量众的极乐世界 但是大众比较熟悉的是西方极乐世界 大家根据自己的缘都可往生 往生了以后不再退转 像你去了迷了净土 迷了净土的话 直到迷了菩萨来娑婆世界 度化所有有缘众生的时候 你会跟随弥勒菩萨下生这个苏婆世界来 做弥勒菩萨的大弟子 护持弥勒菩萨 然后教化众生 到那个时候 教化众生的功德圆满 我们的苏婆世界便极乐国土 所以大家要知道整个佛法的体系 从释迦牟尼到迷了菩萨 他所有的教育都是教给大家怎么样的快速解脱 不退转中解脱 济此肉身解脱 一生解脱 但是我们今天显传佛教 南传不派佛教 这个倡导什么三大阿僧七节去解脱 这个时间是无量无边的时间 所以是现在学佛的人 有个极大的错误 什么错误呢 很乐意做人 很享受做人的感觉 我说好话 存好心 办好事 我就是佛法 这是极大的错误 佛告诉我们不要再做人 人是六道轮回之一种 你怎么可以发愿自己再做人 说老师我要度众生 你现在是人 是被别人度好不好 你是什么人 你是落了水 不会游泳的人 你在那喊着救命的时候 还想我要救人 救命 哎呀我要救人 救命 自己要沉下去了 还在喊着我要救人 你怎么救啊 告诉我 做人绝对不可以救人的 什么人才可以救人 出了六道轮回 道驾慈航 展现神通力 在这个世界的活菩萨 活法王 活着的法王 他才可以救人 人是不可以救人的 人只能染污别人的思想 以自己的所知章 去污染别人的所知章 你只是传人的思想 你没有传净土 传佛的思想 菩萨的思想 所以我们看今天的佛教界 五年瘴气 倡导大家就做个好人就好了 你做个好人 你最后结了一个果子 是什么果子 好人的果子 你最后不得到了一个 一辈子做好人 最后成就了一个好人的结果 好人的结果是不是佛啊 好人的结果是人中的好人 还是人的种子 你种子没有变 这是什么种子 才是佛的种子啊 是不做人 超越六道轮回 超越阿劳汉 超越菩萨 最后我用的是佛的种子 用佛的种子是用了佛的心 你用人的种子是用了人的心 人的心是八十心 是前五十 第六十 第七十 第八十 这是人心 人心之善者 往生天界 最高的善 往生天界的四空天 如果用余望心去做人 最高你生于六余天 六余天去做了磨 磨子磨顺 为什么六余天是汤化自在天 是磨戒天 你用了人最好的人 用余望心去做人 你不是生了四戒天 四戒天十八重 只有四重 四禅八定的人 才可以生上十八重天 你都不做禅 你做人都不做禅 有的人说不用禅修 你胡说八道 你不用禅修 你连十八层四界天都进不去 你们知道你们从家里到这个讲堂 你们要一段一段路走来 对不对 你有没有腾一下就来了 没有腾一下就来吧 你一定是驾车 经过了一个过程 一个过程 一个过程才来 所以你要成佛 你一定要经过六余天成就 十八重色界天成就 四空天成就 最后才出了什么 一阵法界 那么不可能说中间的过程没有 如果不禅定能成佛 这是邪魔之说 没有一个说不禅定可以成佛的 那去极乐世界要不要修禅定 要 怎么样才能去极乐世界 你不修禅定 你不懂得只观察 你不修禅定 你的五彩莲花化生不出来 你的五脏六腑的光不能出来 你怎么去造自己的莲花 造自己的莲台 佛陀说要在于物 是要有物 不是你的大脑想象着我去极乐世界 我就去极乐世界 那叫精神病狂人 要去精神病院的 现在很多人用精神病的方法修佛 太可惜了 你又不是不知道佛的珍贵 你又拿自己的一生时间去服务佛 做义工 去修佛 结果你最后修了个精神病患者 自己在那想着我去极乐世界 我就可以成佛 那这就是精神病患者 为什么 你现在想着你拿了一百万马币 去存在你的保险柜里 想着就可以啊 因为你都能想成佛了 你存个钱有什么了不起 你如果能够说 你想着拿了一百万 没有一百万 拿了一百万放在保险柜里 明天拿出来就看到那一百万了 你绝对想佛就能成佛 因为你心想事成了 你看我现在没钱 我想着手里拿了一百万 往那一放 回头我去一打开抽屉 你看我拿出一百万 你如果能做实验 做这个成功了 我告诉你 绝对可以成佛 你想着就可以成佛 如果这个实验你都做不成 你想变一百万都变不成 你想变个佛当的 你不是骗自己吗 你想去极乐世界 你不是在骗自己吗 为什么要继续欺骗自己 把自己修成精神病的狂妄者 自大者 所以大家一定要记住 释迦牟尼教的是 寄身成就法 寄身成就法 哪怕你修极乐世界 活着要去 有没有这种方法 有 为什么有一些 这个名气很大的人 讲不出来 无论他是出家的还是在家中 告诉大家 所有的这些方法 都是口耳相传 什么叫口耳相传 就是师父亲自传给徒弟 不写在书中 整个释迦牟尼的佛经 里面的东西 就像你们学炒菜的 一道菜怎么炒 你买个菜谱 对不对 西红柿炒蛋 怎么炒 那上面告诉你 怎么准备西红柿 准备鸡蛋 怎么炒 怎么炒 你炒出来好不好吃 没有人家大厨师好吃 那你有没有得到经书 有啊 我拿的炒西红柿的 这个是张大厨师写的 他是这个国家的御厨 对不对 御用大厨写的 不是别人写的 他教我这么炒 但是为什么炒的不好吃 所以是师父带徒弟的方法 除了传经给你之外 叫真传一句话 假传万全景 所以是你一定要炒的好吃 你不是只拿到他的那个著作 而是要跟着他下厨房 看师父那个火猴怎么掌握 火太猛了 烧提起来了 为什么 等会儿老了 说不行 你才知道 原来我就是一只放在锅上 那火太大了 老了 老了它就不好吃了 火太嫩了 又不好吃了 什么火猴 看师父 烧一翻 那个一弄 然后一脚出锅了 好了 你慢慢把这个学会了 你当大厨师了 所以是为什么要找肉身师父 不是找经 经今天都在 但是一经你不能够成就了 所以要依法不依人 要去找经中的技术方法 叫撬诀 所有的技术方法叫撬诀 叫撬门 所以是什么叫法 法就是撬门 所有的东西 做东西都有个撬门 你是个会计师 怎么快速地把这个账理清 做好 有撬门的 不是说随便照着你大学学的书去做就行了 它有撬门的 你们做工程师 有撬门的 你要经过十年 二十年 三十年 五十年 那你个撬门就更厉害了 别人搞不定的 老师父来 他就给你搞定了 因为他懂那个撬诀 你找不着那个东西出在哪了 问题出在哪了 所以大家知道学佛 世间法都要找撬诀 那么佛法要不要找撬诀 要找撬诀是什么 以法不以人 找那个有撬诀的师父 有撬诀的师父的撬诀哪里来的 口耳相传 代代相传 从释迦牟尼活着的时候 把这些口诀一代一代一代通过人在传播的 这个叫师徒传承 师父带徒弟的传承 所以大家知道 达摩祖师是二十八代祖 在印度是二十八代祖 在我们汉地是初祖 那么他二十八代祖 他为什么是二十八代祖啊 因为他二十七代的师父 把口诀交给了他 他是二十八代祖 又把口诀交给了我们汉地二祖 一直传到六祖慧能 每一代的祖师都是大成就者 得到了口诀都可以成就 所以真正的佛法 不是只有密宗才讲寄生成佛法 一生成就法 禅宗也是寄生成就法 佛法之殊胜者都是这一生成就 为什么 我们谁也不能保证 你自己下一辈子还是个人 我们看释迦牟尼的《本生记》的时候知道 释迦牟尼这么殊胜的一个大成就者 他很多事都是动物身 就是都是在动物的链里面轮回 那么何况我们是一个博地凡夫 不是一个大圣的成就者 我们也必然受六道轮回的因果律的制约 而不是死后 你一定能保证自己下一辈子还是个人 所以大家要重视我们怎么去借助寄生成就 寄生成就 就是这一生你成就 因为这一生你是个人 这是注定的 我这一生有人的身体 我可以听闻佛法 寻找窍诀 利用这些窍诀 改造自己的命和运来寄生成佛 你们中间很多性命运的 释迦牟尼的命是什么命啊 大家知不知道 释迦牟尼如果不出家不修殿 他是什么命啊 皇帝命啊 对不对 他是太子啊 他这个注定他要做皇帝的 但是他现在后来改造了自己的命运 把皇帝命不要了 舍掉了 出家修炼了 然后才变成了我们的导师释迦牟尼 他如果是皇帝的话 那跟释迦牟尼同一时期的 无论是印度的皇帝还是中国的皇帝 你们记得几个啊 都不记得了 富豪呢 跟释迦牟尼在一起的富豪 你记得几个也不记得 除非经中有提到的 大富长者 奇术及孤独猿 对不对 那个己孤独长者 用金砖铺地 你知道 哇 有他的名字 大富长者 舍利弗 有他的名字 威摩基局是有他的名字 这是经中提的才有 那经中不提的当时跟释迦牟尼在一起的像李嘉诚一样的富豪 有多少个呢 你们记得谁呢 都不记得 历史上化成一堆黄土没有了 一堆荒草没有了 说你们今天虽然是贵为佛教徒 但是极其的没有智慧 还想去做富豪 还想去轮回生死 谁记得你啊 得一个宝贵的人身 这么尊贵的一个无价之宝 目的是今生成佛 既此肉身成佛 人身难得今一得 不向此身求菩提 更待何生正真乳 所以大家要知道 我们不要再糊涂了 老大不小了 五六十岁了 七八十岁了 还在做青春大梦 发财啊 成就亿万富豪啊 或者是混个国王当当啊 人家释迦牟尼是国王都不干了 为什么不干了 正因为他不干了两千多年 大家还在传他的名 两千多年 他还活着 永远地活着 所以大家要知道 你们怎么样才尊贵 成佛 这一生成就就尊贵了 就获得永生了 说老师我还不死心 我还要来人间 一定要来 叫道驾慈航 乘愿再来 这个叫楞严经理说的 无浊恶事事先入 这个世界太末法了 太污浊了 人心太坏了 我们怎么办 我一定要发誓 别人不敢来 我来 我来这个世界 我来这个世界是干什么 看到 我过去生的父母 过去生自己疼爱的儿女 丈夫 妻子 累劫的这些亲人 这些亲缘 他们在火的房子里面 火宅里面 他们溺水了 在洪水猛兽要吃掉他们的时候 没有人能够依靠 没有人能够救赎 所以我们是以菩提心 大悲心 来度如母众生 如子众生 如父众生 那来到这个世界了 来到这个世界干什么呢 楞严经说 你来到这个世界 你要干一件事情 干什么事情 要赶紧修炼出来成法王 你来这个世界第一步 你又转世了 你释迦牟尼人家是一生补处佛 一生补处佛来到人间 他试现了怎么样的一个成佛过程呢 说到他十九岁那一年 他出家了 然后出家了 经过十几年的修炼 三十岁正到了 这中间受了很多的苦 雪山上静坐 六年如如不动 然后日食一粒燕麦 然后在那静坐六年不动 我们看到一个伟大的一生补处佛来到人间 都要这样的视线修道成道的过程 那么我们这些你们中间的大菩萨 也是从一生补处的那个佛的 兜率托天来降生的 你们来了以后做了什么事呢 还是在享受人间富贵 享受人间快乐 根本就没有发大菩提心 没有发大悲心去普度众生啊 你是来不是做人的 你是来做法王的 你为什么不赶紧修炼 赶紧成就 你来是救人的 你赶紧学技术 成就自己 熟练自己的技能 去救那些苦难的众生好不好啊 结果你倒是乘愿再来了 结果你堕落了 你迷在这个红尘中了 还天天做好人 说好话 存好心 做个好人就好 人是八六道轮回的种子 怎么就这么说你 你就不听呢 人不能成佛 必须换成菩提心 换成佛心 而不是人心 菩提心 月轮即是 你必须通过自己 身体这个倒气 为什么我们重视人身 人身难得 它是个很好的倒气 所以这个倒气好干什么用啊 它是个杯子 可以喝水 可以喝咖啡 它是个器具 人身这个气好干什么 人身这个气好修炼啊 把你的五十节散逝在空间中的光 通过身体这个气 这个加工气 然后把它凝聚回来 收拾灵光 圆满成佛 这是人身作为一个倒气的宝贝之处 宝贵之处 尊贵之处 你倒把这个人身当成了垃圾桶 整天在乎给他们吃了什么 喝了什么 穿了什么 说穿了什么 我是为了美化它 人间再美的衣服 也没有天人的衣服的万分之一漂亮 天人看我们人穿的衣服 那我就和我们看 这个叫花子穿的是一样的 没有什么美的 美在你的身体充满光才美 充满着无量光 光明无量才美 所以大家要重视 菩提心是成佛之种 没有菩提心 没有办法成佛 菩提心是什么 菩提心在八宗共祖的龙树菩萨 你不管现在是哪位法师吹牛 他是什么宗的 没有用 所有的宗的最大的祖师叫龙树 都是从他那出来的 龙树菩萨有一个发菩提心论中 特别强调什么是菩提心 他有怨菩提心 就像大家说我要自己度 度了自己 然后我要去度众生 这叫怨菩提心 就你有这个愿望 好不好 好 但是这是第一步 这不是菩提心 这是叫怨菩提心 我希望我能够今天赚到一百万 你就有一百万了 你要去赚呢 所以你发愿赚一百万 是不是得到一百万了 所以你发愿有菩提心 是不是就有菩提心了 不是啊 你不要搞颠倒了 你自己只是愿望菩提心啊 我自己觉自己 然后再去觉悟别人 我这是怨菩提心 愿菩提心再继续找明心见心的师父做引导 证悟自己的空性光明 认知菩提心是空性的 菩提心是光明的 从道理上认知 所以这个时候 你就进入了第二个层次的菩提心 你有了空性 有了正见 佛法中什么是佛门中的外道 什么是邪师说法 如果不讲空性的 不讲空性无我的法 通通是邪魔外道 是赴佛外道 阿罗汉因为不发这个空性光明心 佛陀都告诉他是 阿罗汉是我们佛 佛中尊贵的三圣人之一 也就是阿罗汉菩萨佛是三国 但是在法华经中 佛斥责阿罗汉 不发菩提心 所以说他们是佛门中的什么 外道 所以佛要讲法华经的时候 五百大阿罗汉退席 不听了 五千还是五百 好像是五千大阿罗汉 退席不听了 这一走以后 佛说什么 说是此中五败种 就是我们现在在的大众 都是大圣根基 都是一佛圣的传人 那些走的人都是娇丫败种 他们不配听这个大法 说在法华经中 他把阿罗汉都斥责为佛门中的外道 大家要知道 你们现在是不是阿罗汉 你们现在听着很多法师在讲经 那个法师是不是阿罗汉 说阿罗汉都是佛门中的外道了 你遇到的是不是佛门中的外道 区别一个外道和正见 在哪里 大家记住四个字 空性正见 也就是说 如果没有空性的 通通是什么 邪见 很多法师我厉害 我是你们的导师 我是你们的老师 我这个道场干净 我这个道场舒适 你来我这个道场 别的道场都不可以去 你看那个我 我我我我 他有没有空性 有没有空性我 所以逢是这样的道场 大有问题 都是复佛外道 邪师说法 如横河沙中 什么样的师父厉害 说你们去参访 全马来西亚的佛的道场 你们去参访 告诉你们方法 空性正见 空性无我 哪个道场说 师父说 他这是传释迦牟尼的法 无我 没有张卜生 没有我这个法师 你们要听导师的 要修自己的空性正见 要长自己的根 开自己的花 接自己的果 那就是空性正见的正道场 是佛门正法 关起门来 把你们关在一个牢笼里面 你们好不容易 从自己的牢笼里挣扎出来了 我要不要有自己 不要有自己的家伤 我要服务佛法 结果 被关到一个大的笼子里去了 大的笼子里 我们这个团体 我们这个佛教协会 我们这个佛教道场 我们 只要老说我们就完蛋了 没有空性正见 近虚空变法界 怎么就你们那是正的了 其他的都不是正的了 近虚空变法界 这么大的世界 怎么就你那么一个小道场 你再大的像台湾很多山头标榜 我们的师父才厉害 我们这里才传正法的 山头主义 就跟土匪有什么区别 占山为王 我这占了一群人 然后弄了一堆土匪 来说我土匪当皇帝了 万岁万岁万万岁 还弄他自己的佛像 把佛像也叼成自己的样子 佛都长他那个样子 三十二像好八十种 随情好都哪去了 没有智慧 通通没有智慧 邪知邪见 组织十分庞大 没有用 假的 邪的 把众生关在一个大笼子里 关在他的道场里 关在他的体系中 所以大家要记住 空性正见 是我们修学佛法的三根本 的核心根本 核心根本里面的关键 就是空性正见 空性无我 这是愣言经说的 人无我 法无我 若以相求我 以音声求我 是人 行邪道 释迦牟尼这么尊贵 都不让你求他的相 都不要求他的音声而得度 若见诸相非相 使见如来 诸相非相是什么相 近虚空变法界 都有的一个相 就是空性光明 近虚空变法界 无处不在 在你的体内 也在体外 要把自己的心量 拖到佛所说正经上面去 所以是菩提心 圣意菩提心 第二个层次 第一个层次是愿菩提心 第二个层次是圣意菩提心 必须是空性正见 没有帮派 没有我们 没有我 所以大家要重视 这是佛陀的教育 这是第二的圣意菩提心 那么龙书菩萨说的第三层的十项菩提心 又叫三摩地菩提心 是什么呢 所以在这个发菩提心论中 他特别强调月轮即是 什么意思 也就是说你的空性正见 在空性中起来 要圆成一心 圆成一心的此一心 是一个像月亮一样的 又圆 又光灼灼 又不要眼的一团灵光 佛在经中特别强调 活泼泼 圆托托 圆托托是不是一球啊 这样的才叫托 不是一个大花饼 不是你们看的是一个圆圈 不是 是一坨 圆托托 活泼泼 后面一句话叫光灼灼 最后一句话 光而不要 这十分重要 这都是翘九 也就是说 你在空性正见里面 太大 近虚空变法界 这多大啊 你怎么用啊 对不对 整个虚空你拿来怎么用啊 没办法用啊 没办法用 怎么度众生啊 怎么去来自觉自觉 自己去觉悟他人呢 所以这个时候 佛陀告诉你 圆托一心 在精进之处 律已成地 这是楞严经中的原话 那是什么意思 就是在这个空性光明的 近虚空变法界之中 用自己的心力 聚起一个心来 这个时候聚起的心来 是在空性正见中 聚起的无量光 是光组合的 这种光有个特性 它不要眼 它跟灯光不一样 跟太阳光不一样 它是生命光 不要眼 你们看一个怒放的鲜花 开得很美 很漂亮 刺不刺眼睛啊 从来没有说 那个鲜花 把我的眼睛给刺瞎了 没听说 不要眼 看一棵树 绿树 绿的晶莹透亮 不要眼 绿的不要眼 红的不要眼 然后紫的不要眼 白的不要眼 所有的这些光 都叫佛光 叫五方佛光 五方佛光 青色金光 是东方佛光 白色白光 是西方的佛光 紫色紫光 是北方佛光 南方是红色红光 中央是黄色黄光 五方佛光 这些光晶莹透亮 不要眼 所以是叫什么 叫真光 真假的真的 真光 它不要眼 它叫佛光 红的不透明 叫阳的 红的阳色 红的不纯洁 里面染了白色 染了任何其他的黑色 什么其他的青色 只要红色被染 那个叫阴的火 红的纯正不染 没有别的杂色 不透明 为阳火 所以这些都是什么 这是地水火风空 都是从如来性光中 化成的五方佛光的再次的化现 化到我们地位空间 变成了阳性的地水火风空 和阴性的地水火风空 纯阳称阳神 纯阴称邪神 纯阳称邪神 纯阳称了正神 纯阴成了邪神 阴阳都不沾 纯阳射中 纯阳称阳灰 没有染 去了污染 所以大家要知道这些是科学 你一定要从科学的角度去看愣眼睛 从科学的角度去看释迦牟尼一生所说的佛法 为什么释迦牟尼说 我所说的都是宇宙实相 生命实相 什么是实相 为什么它的经典别人推不翻 在太阳系中地球围着太阳转 这是真相 谁能推翻它 16世纪的欧洲 他们是宗教治国 黑暗的宗教治国时代 政治跟宗教 政教合一的时代 戈白尼提出了一个 在太阳系中 地球是围着太阳转的一个学说 叫日新学说 他的学生布鲁诺 也认可他的教授发现的这个实相 去宣讲 结果布鲁诺被教会烧死了 烧死的时候广场中有几万人来关这个刑 要烧死一个邪教徒 一叫学说者 然后布鲁诺就这样被活活的烧死了 原因是什么 他们说它是伪科学 是假科学 不是这样的 地球是中心 太阳是围着地球转的 大家知道今天呢 今天人们都知道地球真的是围着太阳转的 所以大家要知道 释迦牟尼所说的正是这样的科学 他所说的科学 从他那个时代到现在 从来没有人能推翻的 因为他本身就是实相 实相你怎么推翻呢 终究有一天 会被人证明是真的 不是假的 所以大家要知道 十相菩提心月轮即逝 这是龙树菩萨在发提菩提心中讲的 那这个就告诉你们是什么 你要成就佛的种子 要亲见如来 亲见如来 这个菩提心既是如来 如来自性就是指的这个菩提心 那他要能用的时候要圆成一心 把他凝聚起来 聚在一件事情上 这件事情就被你办成了 这个叫聚精会神 中文成语叫聚精会神 聚精会神 把神提神凝聚神力 在一个点上 什么事情都就办成了 如果你三心二意 心神不宁 不能聚精会神 什么事情你都办不成 所以大家要知道这是科学 所以是菩提心月轮祭祀 是一个科学的论断 也就是说我们修行者 你要找到这个成佛之种 一定要亲见这个菩提心 亲见自己的宝月轮 所以这个方法在传统叫指观 指是既指 是八个意识都不动 然后第九意识 真实阿玛罗史展现出来 所以这个叫什么 这个叫指 在指中要观月轮成形 这才叫观 观不是想 不是想象 观是由心而展现的 一个大圆镜中展现的实相 叫观 就好比自己变成了一个镜子 不是用大脑去想象 而镜子中自己可以映现出来 所以当你的月轮真正成就的时候 佛在经典中讲 你就是八地菩萨了 如果你睁眼闭眼 都看到自己的这个宝月轮 亮晃晃的 在这个地方 那你就是八地不动地的菩萨了 有的人来跟我讲 老师我修了指观 修了这么长时间 怎么还看不到这个月轮 你是很想马上到八地菩萨 是不是 你要把自己的心肝 脾肾肺五脏里的毒 阴的东西都清干净了 把自己上中下三丹田的 里面的阴都清干净了 这个时候还见不到月轮呢 这个时候只是见到了红光 白光 紫光 绿光 在自己的天幕这个位置不停地展现 这是练五彩光 由阴转阳的过程 最后还要五彩光 练成透明的状态 达到透明状态 哗啦 月轮稳定了 这个由五方佛回到了大日如来 那个就是你的大日如来 就是你的如如不动的金刚如来藏性 到那个时候才稳定 说你干嘛着急 现在就去见月轮呢 现在就稳定地出来月轮 功夫 佛教实证是功夫 大家记住 要有功德去置换 所以你要经常地清音宵夜 不单自己清音宵夜 帮众生清音宵夜 普度众生 不单超度自己的冤亲债主 九族的冤亲债主 还有孤魂野鬼 无似孤魂 所有的众生 你都要关爱 都要帮助他们 功德圆满 你的这个宝月轮才会越来越亮 功夫是这样修出来的 修功德修出来的 不是练出来的 练是要练五脏六腑 使光纯净透明 所以这个龙树菩萨的发菩提心论中 强调强调越轮祭祂 这个越轮出来之后 大家才知道 接下去才开始修秘 修什么秘啊 所有的佛教的秘法 种子字要从月轮中生出 所有的佛菩萨的像要从月轮中生出 所以大家如果不修这个月轮 你没有光聚合起来的这个月轮 你后面修秘法 通通是在修精神病幻想 这个是十分可怕 也就是今天你们南洋地区来弘法的 很多的人波切 实际上他们自己也并没有重视 或者自己也没有认知 这个宝月轮是修炼中的至关重要的东西 这个就是唐觅传承过去的两幅图 一个是阿兹观 一个是月轮观 是要修出这样一个明晃晃的宝月轮 那么这个是不是我们佛秘中的秘呢? 不是 我们在研究的时候发现 所有的 你看这个是埃及的 这是五千年埃及的博物馆中保存的一个踏碑 你看在它的眉心上是不是有一个月轮 有没有看到? 观音菩萨是你们看在那点了一个什么? 红质 那是月轮亮到太阳一样的时候 那个就是由日光而变成太阳光的时候 叫大日如来的 那是更殊胜的标志 并且今天你们看印度人 他们去宗教节日或者结婚 一定要在这点一个什么? 红点 为什么? 不是我们佛家单独的秘密 你看这个是埃及的神音 这是埃及的 你看破成这样的 它是博物馆中的一个古董 五千年前的 为什么头上也顶一个月轮呢? 咱们生活在马来西亚 马来西亚的教堂顶上 你们的旗上面 回教旗上 为什么是一个月亮 里面一个五角星呢? 是不是也是月轮呢? 你才知道所有的圣人 他们传出的秘密的东西都是一个东西 都要把这个月轮炼出来 因为没有月轮不能成圣 没有月轮 你没有菩提心 你就不可以成为菩提撒陀 菩提撒陀是菩萨的称谓 也就是说你想修成菩萨 你不懂月轮法 你是骗人的菩萨 现在很多这个法师 大家都是什么 把他叫做活菩萨 那自己不通灵 不通阴阳 不能沟通十法界 四圣法界不能连通 六道众生不能连通 自己不修保月轮 不修保月轮 刚才说 菩提心月轮即逝 菩提撒陀 菩提撒陀是有月轮 十项月轮的 活着的人叫菩提撒陀 搞清楚 没有菩提 没有月轮的人 怎么可以叫菩提撒陀 怎么敢称菩萨 这个到底有多难 太容易 太EZ了 你好好练半年之内 一定会出来 虽然是不是那么稳定 不是那么透明 不是那么亮 但是你睁眼闭眼 他总是有一个东西在这挂着 虽然没有圆明 没有稳定 但是你总是觉得 这有一个东西 说到这儿 你才可以修本尊法了 你才可以修密宗的 升起次第的 种子字的观想 这个上师的 根本上师的观想 那现在大家都坐着 用脑袋想象 我想象着上师在头顶 我想象着什么 刚才说 你想象着一百万 你是拼命的在练精神变 狂想症 不真实 所以大家今天要重视 我为什么上来 先要强调 越伦济世 大家要知道 因为今天要告诉你们 要借到事 借到力 借到财 借到谷 这四个借法 你要能借得到 你非得要炼成月轮 在月轮 在月轮里面光光化成黄财神 你才能得到黄财神的加持力 在月轮中光化出兔宝鼠 兔宝鼠才给你兔宝 才有大财富进来 我昨天给一个咱们这里面的一个学生去调风水 他很虔诚 他请了一个黄财神宝瓶 大家以为这些宝瓶都是摆设 或者叫累赘 或者是迷信的东西 实际上你们没通灵 很可惜 不知道他的宿舍 所以我给黄财神宝瓶 刚好给他的神桌开光 佛像开光 同时他也很虔诚地把宝瓶捧出来 说师父这个放哪 我说就供在佛堂 说师父我这一共 然后整个的坛城一起动 一个宝瓶就是一个坛城 你们中间可能没有去新加坡参加装宝瓶的 我们大圆满殊胜传承的满一上师传承 他是传子莲花生大师的 从根上是传子莲师的 莲师在西藏他特别重视宝瓶法 他为什么用宝瓶呢 宝瓶它是一个用这个胶 以前是用蜡 封了以后里面不透空气的一个工具 叫不漏气 这个不漏气里面装了一百多种药材 那么我们在新加坡装宝瓶的人都看到 那特意从中国精选的药材 一百多种名贵药材装在这个宝瓶里面 然后呢 有新加坡的五方土五方水五方植物 有这个红豆黄豆然后黑豆总共五种这个庄稼 就是五种的植物的种子装在里面 还有来自中国的五岳的水五岳的土 就是华山松山泰山南岳恒山北岳恒山 这五大五岳的山的山土 还有很多宝贝 什么宝石 有卵宝石 有这个各种一样的宝石 他们在中国装的时候 他们还把那个黄金链 有人把黄金链当上就摘下来了 他们不舍得用绞成一段一段的 也都装在宝瓶里面了 按这个我们这个宝瓶装跟别人不一样 你们别的在藏传佛教呢 看到都是直接拿到了一个宝瓶 里面是什么不知道 这个是让大家去亲自见证 我们装了六种宝瓶 见证里面每一个宝瓶里都放了什么 药材一百多种 每一个宝瓶里都有 也就是说你要家人有病或自己有病 你像这六种宝瓶的主人文书 文书宝瓶 龙王宝瓶 龙尊王佛宝瓶 黄财神宝瓶 绿度母宝瓶 白度母宝瓶 那你像特别白度母 它消灾免难力量十分巨大 说你有个什么病灾 有个牢狱之灾 那你用这个去提醒它 它里面的一百多种药材在里面 又装了中脉 就是藏传佛教装宝瓶 一定要装一个中脉 这个中脉里面是用这六个师尊的心症 缠绕的中脉 就相当你人体中脉一样 所以是里面有师父们的心症 所以是你求请他的时候 你只要念他的名字 他这个心症就动 动了以后瞬间他有个中脉 我是一金针连接天地心 上去连通一针法界 下面连接地心 这个时候师父们一看 张卜生找他 怎么样就下来了 借着那道光下来了 那就是光缆 那就是师父们行走的通道 光的通道 他借着这个天地的一针的通道下来了 你找我干什么 他就开始 所以他在哪里 因为那个宝瓶是十分洁净的 所以是你家里到处都肮脏 只有那个宝瓶里面是干净的 他就通过那个宝瓶变成自己的身体 然后这个时候他的身体里面什么都有 记住我跟你们讲课讲到 药再于物 就是佛法是唯物主义 不是你们想的唯心主义 在那空想 都是一些精神病患者在修佛 修了一辈子也不往生 修了一辈子也不见消息还生病 真修佛法不是这样的 真修佛法是有大家之力 然后有大成就感 下来以后你求什么 说我家人有病 好 你们知道中医大夫 我们现在在搞疫诊 中医大夫要给人治病 他要给你配药方 对不对 你是胃病不好 他要用二三十种药材 配成一个药方给你 你回去煮了 然后吃了就好了 那这个 文殊菩萨也好 利多母也好 这个白多母要来帮你 他要给你配药方 难道让他去药材店偷人家的药啊 你又不供 你不供的话 他就没有药给你 撑起量给你一堂光算了 或者你佛台上供了一点水 他给你一点水好了 让你清凉一下好了 所有为什么我们叫上供下施 上供下施供给诸佛菩萨的东西 诸佛菩萨根本就不要 我给你讲实相 他不要你供了干什么 你供了最后他给你的 他加持到你身上了 你供多少东西 最后他把这些东西 最后都用在你的家人 你的解脱 你这一生成就上去了 所以有的人 这个宝瓶太贵 那他是无良宝 你上医院开一下刀 动一个手术多少钱 你倒是愿意 又花了钱 不少不劳少钱 又痛苦万分 教你供一个宝瓶 免灾免难 不生病 不坐轮椅 不上医院 你倒不愿意 还嫌贵 这是没有智慧的人的做法 所以我在新加坡有一个人 他之前做了一些不道德的事情 很有可能要判坐牢 这辈子也出不来 他那个金额数额太大了 然后就通过我的学生找到我 找到我以后他越忏悔 知道自己错了 警察局正在调查他这个案子 还没上到法庭 也没开始起诉 然后他就求我 求我 我说我帮不了你 但是我可以教你方法 所以记住 你将来有一天跟张卜生一样厉害的时候 千万不要说你能帮人家 我们是凡夫帮不了 但是你因为有身外身 修炼出来以后 你可以提请诸佛菩萨帮人 求诸佛菩萨 就像孙悟空一样 他打不了那个妖怪 他怎么办 他一个斤都把观音请来了 他打不动那个妖怪 他一个斤都去把吉宝菩萨请来了 对不对 再不行到天上调天兵天将了 是不是都是他自己干的 不是 他都是请的 所以大家要懂得起请法 不要自己成能 我能行 我能帮人 你这是大魔头 只要觉得自己什么都能 什么都能帮人 你这是大魔头 你们经常在南洋地区 这个师父说 行了 我包了 你的业力我都包了 这是大魔头 坏因果 佛都不坏因果 一个石宿的人他敢坏因果 说台湾就有这么一群人中邪了 现在在台湾名声很大 这两个人 我不说名字 完了以后 他糊弄一群修道者 叫学什么 他名义上是让大家学 你们有一个叫菩提道次第广的 但是让你学十年 学十年 但是他那些信众去了 为什么那么疯狂地去学他的东西 他就敢敢说 你们来 把钱拿给师父 把东西拿给师父 然后所有的业力 没了 化了 空了 下面人 化了 空了 没了 说哪里去了 师父都拿走了 都在师父上 我帮你削了 你看 我的妈 人山人海 一搞的话 几万人中去上课 听课 张卜生无能 不敢 不敢这么糊弄你们 说你们来 你们把家人都带来 化了 空了 没了 发了 然后都是老师给你背了 不敢 我没那个本事 我也一背 我估计下地狱了 你们的业力太重 都我背了 那不是一个个的 我自己背 都背了 也下地狱了 何况你们的业债 我都背了 那不是沉到 重到 堕落到地狱去了 但是这些邪魔未到 他不怕 他敢 没这回事 但是我们可以像孙悟空一样 去祈请什么 祈请诸佛菩萨下来 所以说你供了宝瓶以后 我就可以通过这个宝瓶 做一个通道 你供 我最后让他供的是 消灾免难 白度母 供 然后他起坛城的时候 我去帮他起的时候 白度母下来以后 在坛城中 因为一百多种草药 他配 配方子 给他洗什么 因为他之前心黑了 心黑了才去做一些坏事 学得了 然后就看一种透明的亮光 带着那些药材进去他的心脏 然后洗出来的那个黑的 就像油膏子一样 就像黑油啊 石油的那个没有炼的 不是汽油 黑油那个黑膏子 然后通过毛孔 通过脚底心 通过手部心出来 当然你们是看不见 就那一下子大概十来分钟 整个人亮起来了 原来整个人是黑的 所以你们老是到处学佛 黑乎乎的 你要小心 你中邪了 你被这些邪魔外道控制了 被附体佛控制了 不是真佛 真佛你接触 他一定是越来越光亮 人整个越来越亮 那你身体都是无量光了 你最后要成无量光才成佛啊 那怎么会越修越黑 越拜越黑呢 越拜越黑肯定是邪魔外道啊 你通过这个就知道 你去了好的道场还是不好的道场了 很多道场挂羊头卖狗肉啊 他摆着佛菩萨的像 要你拜实际上他背后是动物精 狐狸精附在上面 搞你的钱 搞你的身上的光拿走了 越拜人越倒霉 越拜人越不健康 所以那个净瓶起来以后 宝瓶起来以后 在他头顶放光 那是隐态的 你们看不见的 瓶子还是摆在佛坛上 然后哗下来 然后放光 放光 然后结果一放光 那个流出的黑膏子 然后整个人清了 整个清了以后 基本上他这个牢狱之灾就可以灭了 他再好好修 那这个牢狱之灾就灭了 那通过他自己的忏悔 我说你再不可以退道心 他上一世也是个金刚阿舍里大修行者 这一辈子倒是沉沦了 迷了去贪钱 贪污人家的钱 所以大家要知道 你上一世修行 你迷了 你这一世一定还要找一个大修行者来帮你觉醒 这个也是你们将来要干的事 叫自觉 你自己懂得用光去洗自己 用光去清净自己的业力 用这个方法 你就可以帮别人清净业力 业力清净了 他自己醒过来了 一个人老做梦 你不弄他醒 他老在梦里 你只需要把他叫醒 他自己就醒了 醒了以后就永远醒了 就不用你再关心他 老叫他醒来 醒来 他醒了就不用你再叫了 所以我们觉醒众生 你只需要把他的业力帮他清一些 他醒了 醒了他自己会走路了 他自己会做事了 他自己会修炼了 只有他自己修到功德圆满 他才成佛 任何人不能替任何人成佛 所以不要再去那些道场跟着下喊 下叫唤 就像一群动物精怪一样 在他 啊啊啊的叫唤 那就是学佛 离了菩提心 没有佛种 不管谁跟你这么讲 你记住 你没有种子 你不能得果 只有菩提心 才是菩萨种 菩萨种好好修炼 才皆佛果 因为菩萨为是功德 未圆满 就自觉 觉他 开始能够觉他了 但是还没有觉他圆满 自觉圆满 觉他圆满了 就是佛了 佛跟菩萨就差这一点东西 所以释迦牟尼利用四十九年讲经说法 最后把当觉之众生都觉了 他自觉也圆满了 觉他也都把大家叫醒了 觉他也圆满了 然后就好了 涅槃了 就涅槃 就完成了 就成佛去了 所以大家要重视 这是整个佛法的要诀 要诀 所以我说这个黄财神宝萨也是这样的 所以都是要有物 因为里面有这些东西 所以你启动坛成以后 他化现成 有能量 直能守恒 由能量转环成物质 结果我把黄财神 一启动了以后 他的那个图包鼠 然后哗哗哗的就往外图全 我就想 这个我在马来西亚应该也没啥收入啊 这个工资都是在新加坡拿的 你看我到你们这来讲学都是白讲 没工资的 我想也没啥收入 结果那天到晚上 很多学员感谢我给红包 我这个觉得 那个那天带了十几个人去学这个风水术啊什么 我觉得是我应该的 我欠你们吉隆坡的 老不来对不对 从来没想着还有这个红包可以拿 到结束了 很多人给我塞红包 我回去一数好几个红包 哦 原来图包鼠秃的真是钱 你看 就是把一个黄财神弹成一起 哦 就拿了很多红包回家了 你没有掌声啊 你们要学这一招 我跟你讲 你要好好去求那个黄财神 他那个图包鼠 只要你看到图包鼠 你在宝月轮中看到他哗哗哗的图包 你不出几天一定大笔的钱才进来 这就是今天讲的 你要靠谁的力量成佛 爱因斯坦有一句名言 爱因斯坦大家都知道 他到目前为止 是我们人类史上最大的科学家 不是之一 是最大的 连霍金都输给他 到目前为止 因为他的发明创造太多了 包括今天我们研究的量子 量子厂 量子纠缠这些 在他活着的时候 他统统搞定了 那他是已经死去六十多年的人物了 他离今天已经是几十年的人物死了 但是他的东西在这几十年里面 科学家们还是在研究他的东西 最后证明了 证明他的假说都是科学 不是假说 那么这个人 他给我们人类留了一句名言 他说我的成功来自99%的灵感 只用了1%的汗水 我在新加坡的时候 有个企业家问我 他说师父啊 我这辈子己功行德 然后很努力 也不敢做坏事 我也很辛苦 为什么到现在我还没有成功啊 这就是问题 也是你们的问题 你们太笨了 你们跟爱因斯坦比差在哪里 你们用了99%的汗水 用了不到1%的灵感 一个人的成功 没一样可以离开灵感的 也就是说你到现在 干一百件事只成就了一件事 那是碰上灵感了 你干一百件事能成就50件事 那你就用了50%的灵感 加了50%的汗水 没有灵感绝对成不了事 因为灵是光 光是能量 能量才能换成物质 这是科学家的发现 叫职能互换 就是所有你今天的房子 你今天的钞票 你今天的钱 你今天坐的汽车 你在社会的地位 别人对你的荣耀 这所有的东西都用什么换来的 这些都是物质界的东西 那这些所有的物质界的东西 都是能量转换来的 叫职能守恒定律 就是你有多少的能量 会转成多少的物质享受 能量就是什么 能量就是量子 就是光 就是生命光 所以你不要以为你这一辈子很努力 凭努力 你就可以实现你的愿望 你大错特错 你只有自己退空自己 空退自己 退到空性光明中 学会去使用那99%的灵光 再加一点努力 因为你后天一点不努力不行 以前有一个人 从小被算命 算命以后 所有的算命师最后批他的命 说这个人大富大贵 这一辈子大富大贵 绝对没有问题 然后这个人就傲慢了 然后就也不做工 也不什么 也什么东西都不学 最后沦落成乞丐了 沦落成乞丐了以后呢 最后死的时候 到阎王爷去告算命师 说你们不要随便给人算命啊 算不准人家会到阎王爷呢 去怨恨你们告状啊 有一些命理师为什么短受 被人告状告得太多了 弄到下面去了 你这个烂烂的给人算命 又没点智慧 然后就这么地 然后这个乞丐就去告算命师 告算命师 告诉什么 说他算命不准害死我 这辈子我是个乞丐 最后冻死了 饿死了 结果是阎王这个懂的 所以就没听他的 就去翻他的前生记录 翻前生记录 最后就翻到一幕 他有一天跑到一个破庙里 然后跑到破庙里呢 这个他懒惰到这个横草不黏啊 什么东西他都不愿意干 什么活他都不愿意干 然后结果是他就有一堆稻草 他就这个窝窝窝窝窝就在那个稻草里睡了 没有背后吗 北方冷就窝到稻草里睡了 阎王爷这一看 我的妈 稻草底下是什么 一堆黄金 阎王爷就演给他看 他有一个过去的那个镜子嘛 就是回望镜 就是你这一生怎么走的 通过这个镜子自己去看 然后让他看 说你看 你看底下是什么 他一看 这么多黄金 然后阎王爷说 这是无主黄金 为什么 就是有一批强盗去抢人家金铺 抢了 跑了 跑了走路上被人打死了 就是逃跑的时候被打死了 打死了以后 没人知道这批黄金哪里去了 就没有主了 这个强盗的这个逃跑的时候 带不动这个黄金 就把它放在这个稻草底下 准备这个 跑了以后再回来去 他当时如果睡觉 把那个草只要整平 像我们要把被褥整得平平斩斩的 对不对 整平了 然后睡着舒舒服服的 他就发现那一堆黄金 阎王爷说 你的命真是大富大贵之命 但是你百分之一的努力没有干 说是人没有百分之一的努力行不行 不行 你的命再好 有百分之九十九的灵感 你还要百分之一的努力 人活到老干到老 有一些你们在座的 现在已经开始堕落了 为什么堕落 你们开始不做世间的事情了 这个因为你们有钱够花了 又是公积金啊 又是儿女给钱 钱够了就不干事了 很可惜 为什么 咱们的首相马哈迪 九十三岁啊 为了我们大马的未来 为了他的子民 批刮商人 九十三岁的老人 奋斗不止 有一个信念 让大马的老百姓过上好日子 让他这个辛苦建国起来的马来西亚 繁荣昌盛 这是不为自己 他也讲了自己不缺钱 不缺名 他这辈子名气够大了 为相二十年 对不对 全世界没有不知道他的 不为名不为钱 就为了子民 有一个青天白日 有一个正义 有一个好日子过 你们有没有学他们 你们才多大岁数 还就不干活了 还就在那想想福 当年李自政 李光耀 新加坡的自政也是这样的 他九十多岁的时候 八十多岁的时候还在干 有人就劝他说 哎呀 你看你为新加坡操劳了一辈子 也该享点福了吧 有儿子也成器了 他儿子李显龙也当总理了 你就交给他们干就是了 他就给人家说了一句话 说 那你就剩了一件事让我再做 那个记者问什么事啊 他说等死咯 你什么事都不干 你剩下一件事在等着死 说怎么可以这样 你们的智慧哪里去了 正是因为你到了晚年 没有儿女的牵挂 从小是为了照顾儿女 为了照顾兄弟姐妹 为了照顾父母 现在你八九十岁了 父母也走了 儿女也都做人家的爸爸妈妈了 也不用你去照顾了 然后那你这个时候干什么 正是利用自己的一生的智慧 经验阅历去干事业 为谁干事业 这个时候不为自己 为众生解脱 弘法立生 建道场 请师父讲经说法 以前释迦牟尼在世的时候 大副长者到处去 到他那个跟前去 请他讲经说法 我现在很惨 没人请我讲经说法 我是要厚着脸皮 求你们来听经说法 你们为什么就不好好去赚钱 告诉老师 这场法会你来了 这场报告你来了 免费了 全部的我供养了 电费水费 然后这个场地租金 我供养了 那你这不也是请师讲法吗 对不对 那你这个功德多大 怎么可以不干了 对不对 那你不要把自己的过去的存款 你又舍不得花 你去挣一点嘛 对不对 七老八十了 没事干了 不挣钱干什么 那你不就剩下挣钱那件事了 挣了钱再去布施 再去度众生 对不对 你又有经验 又有社会关系 为什么不干事了 没智慧 这个中国有一个宰相叫江子牙 他还没有我们老马厉害 老马是九十三岁 他是八十岁 八十岁江子牙大家都知道 他这个八十岁之前他很倒霉 他想做点生意 做点生意去卖面粉 刮大风 把面粉都吹跑了 没卖成 这去犯猪吧 然后遇上猪瘟了 然后猪都死了 没一件事他干成的 结果是他老婆也跑了 他老婆原来想着跟他享福 后来一看这个倒霉蛋 他们做啥赔啥 跟着他没福相跑掉了 结果人家八十岁的时候 文王周文王请他出来 辅佐建立周王朝 说当宰相 最后帮助整个周王朝 夏商周 周王朝是他辅佐 周文王 周武王建立的 他也是圣人之业 因为他是原始天尊的弟子 所以你看人家八十岁 挂帅做宰相 帮助建立国家 治理国家 最后九十岁退休 也没退 后来到山东封了这个国给他 齐国封给他了 然后自己有一个国的 他是齐国国军 第一任国军 那个时候叫封 这个功臣 封一个属地给他 所以齐是江子崖的地方 所以大家要知道年老不要想着就退休了 你们这个时间正是要干事的时候 正是干事 所以是干事的时候 在用什么方法 年轻可以拼体力 拼脑力 拼时间 熬时间 你们这个要用智慧 界定会学 佛法的最高智慧就是会 要学会是用巧劲 界百分之九十九的灵力 用百分之一的汗水 这就是今天要给你们讲的 界势 界力 界财 界骨 界势 谁的势力最大 所以我们在世间 你开公司做生意 你比方说现在台湾有一个人叫郭台铭 他是很厉害的电子商 但是他借上谁的事了 借上苹果手机的事了 苹果牌电脑的事了 所以他现在的几乎所有的加工 都是为苹果公司加工的 那苹果的实力这么大 然后结果郭台铭就成了台湾首富了 如果他自己做电子 也去做一个手机品牌 也卖不动 他能不能又有今天这么大的实力啊 没有 所以大家在这个世间上 你要成就 也要借大实力者 做后台 做靠山 然后才能成就 很多人去找李嘉诚合作 李嘉诚的股权只要百分之十 最高他要百分之十 百分之九十都给别人 那百分之十呢 几乎还是干股 就是他用自己的名誉 用自己的集团合作 然后别人出百分之百的钱 但是逢是跟他合作的都发达了 为什么 你自己也可以去搞 你为什么还要挂一个李嘉诚的名 解释 麦当劳KFC 在这个世间 是很著名的品牌 你研究来研究去 不就是一个面包加鸡肉 不就是一个炸鸡块吗 那你完全可以自己搞啊 你为什么还要加盟麦当劳 加盟KFC啊 对不对 结果你用了他的品牌 你只要一开业 人就来了 你自己搞一个炸鸡块 你不挂KFC 你拼命先穿也没来几个人吃 解释 这是国际连锁 可以成功的原因 所以大家要知道 世间法你要大成就 不是一个人自己拼搏 是戒释 要加盟 加盟到一个团队中间去 加盟到一个实力范围中间去 所以这是世间法 那么我们修行者 你要一生成就 你也有大成就 这里面包括世间法的成就 跟初世间法都要成就 你才是大圆满 你才是百分之百的成就 所以你要戒什么 戒释 这个世界上 谁的势力最大 李嘉诚 你找他 他摆你吗 不摆你吗 KFC集团 你找他 他摆你吗 不摆你 那你戒不上 为什么 他们不像诸佛菩萨那样的慈悲 那么 还有一个比李嘉诚 比KFC集团实力更大的 谁啊 释迦牟尼 释迦牟尼 释迦牟尼今天的佛法 在全世界有二十多亿人的信中 你为什么不找释迦牟尼合作 你如果信拜神 你为什么不找老子合作 老子如果算上中国的大陆的 十五亿人不信老子了 现在 他实际上也是老子的信重 拜神嘛 我们华祖祖先都是拜神的 他们现在脑子漏电 不拜了 那算上他们 我们全球也有二十多亿人 但是这十五亿人不信仰了 现在 那我们就变成有十亿人了 但是我们的老板老子 他慈悲 他的实力也很大 伊斯兰全球 有十五亿到二十亿人信仰伊斯兰 他的老板叫穆罕默德 你们在人家的实力范围内 没有借到人家的事 为什么 你们不敬仰 不恭敬 不齐请 所以要学着 要至少是恭敬 齐请 你要跟马来人做生意 你齐请他的真主 齐请他的先知 圣 穆罕默德 然后帮忙 我在新加坡的时候 我一个学生 他找人算定了 他接下去五年的命 要失业 被炒鱿鱼 没有工作 然后他就 他不是找了一家 我们新加坡有十几家 著名的命理馆 他那个时候 已经是一个银行 大银行的高管 几乎是最高管了 然后结果银行面临着裁员 那他的薪水太高了 首先就要砍他 然后就面临着这样的一个结束 然后他找所有的命理馆算了 说你躲不过 接下来你看 从明年开始你的运程五年倒霉 失业啊 家庭破裂呀 离婚呀 又是什么病灾呀 又是什么 全部命盘 用紫围斗书算也是这样 八字论命算也是这样 然后来找我 找我的话 我说那人家都算定了 你找我干啥 他说师父 我知道你有改命的方法 你能不能帮我改造命运 我说你改造命运啊 凭你自己的力量 没办法改变 你要听师父的 师父还能帮你 如果不听没办法 他说那个听你的 怎么个听法 我说我说什么就是什么 你就听我的就好了 过了一段时间呢 这个美国全球十大公司之一 在亚洲寻找区域总裁 他少一个审计的董事 管整个亚洲业务的 就到新加坡挖墙角 然后人家这个猎头公司就把他推荐上去了 推荐上去他就很紧张来了 这个都有点发抖 师父你帮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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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帮我 我说为什么要帮你 他说这个机会来了 这个谁谁谁要约我去面试了 我说这挺好啊 去吧 他说那能成功吗 我说你报一老板的名字出来 他一报名字 我望上一看 因为所有的大公司后面都有后台老板 你们是眼睛看到的老板 那个不是真正的老板 后台老板 像欧洲的大公司的老板 都是虔诚的天主徒 基督徒 或者东周教的教徒 你看人家整个美国之前为什么繁荣 现在有点乱了 他们信仰也是有点乱了 你看那个美元的那个湾多罗 后面是画了个什么 天眼 那是基督教的代表 湾多罗一美元 然后他们的宣誓 总统宣誓要对着圣经宣誓 所以美国的后台老板是谁 耶稣基督王 你们这个马来西亚的后台老板是谁 穆罕默德 你们知道世间的每一个国家 都有国王 都有首相 总理 在天上高位空间 他也是真实存在着这些圣者 他是永生者 所以他们都有分管的势力范围 懂什么叫势力范围 就这儿归我管 那儿归你管 比方说你们马来西亚 马来西亚的这个国家不大 相当于中国一个省 但是我们这个中国的国家主席习近平 来你们马来西亚带着自己的兵 带着自己的警卫 谁也不用通报就可以横冲直创吗 可以吗 连海关都过不了 对不对 连边防都不给你过 所以他要通报 通报到你的首相 首先同意了两国互访 然后来了马来西亚派卫兵 派卫队 派仪装队去迎接 不是中国的仪装队 对不对 这是两国忽法 高层忽法 事件都是这个规矩了 那么佛菩萨到马来西亚来办事 要找谁 要找穆罕默德 这是他的管辖范围 势力范围 不是你们以为我是佛教徒 我就横冲直创 我的老板是释迦牟尼 你中国人跑到马来西亚做生意 听谁的 用谁的法律 也是马来西亚的 也是遇到劫匪了 你打电话找警察找谁 你打去中国警察了 说我在马来西亚 吉隆坡被抢了 中国警察说 你是不是精神有点问题 你赶紧我给你马来西亚的警察局的报警电话 你找马来西亚警察 吉隆坡警察马上就来帮你了 怎么可以打回中国来啊 我是中国人 你中国人你在马来西亚归马来西亚管 你犯罪也归马来西亚的法律审判你 所以大家要记住 我们借事 很重要 我这往上一看的话 他提到这个老板以后 我一看 上面是耶稣基督显现出来了 那我们这个通灵者修成了空性正见的 那就可以齐情 因为你在空性中 这些圣者都在空性中 是没有距离的 这个叫量子纠缠啊 没有时间空空间 现在科学家发现的量子纠缠叫什么 就是我们地球上有一个量子 另外一个量子跑到月亮上 或者跑到火星上 或者到银河系 地球这个怎么动 那面的就怎么动 那面的怎么动 这面也怎么动 多长时间的间隔了 没有间隔 就当下 当下就正面动的时候 那面当下动 那面当下动的时候 正面当下动 所以时间跟空间是在空性法界中是不存在的 没有说我从基隆坡要到新加坡 要坐88个小时 要坐飞机两小时 一个小时 这有时间的变化 在法界中没有时间变化 当下就是 所以耶稣当下来 你当下就可以提醒 不是需要坐个航天飞机到他的那个国家里面去再找耶稣 不是这样 当下就可以 那我就提醒 我说 耶稣 基督 那么这个学生 我派他到你那儿做代表 这次他要找这个工作机会 你看合适吗 他看看那个学生摇头 不要 所以那个老板为什么不要你 老板为什么开除你 我告诉你是后台老板不高兴了 人可以被欺骗 神目如点 所以人不可以昧了良心 你觉得我可以欺骗住老板 我可以坑他 我可以骗他 你不知道他后面还有老板 冥冥之中 他就觉得你不对劲 冥冥之中就是他的灵 不是他的人 他的人不知道你干了什么坏事 但是他的那个神 他的后面的那个后台老板告诉 你查查他的账 肯定贪污了 然后一查真的贪污了 有的老板的灵感来自哪里了 就是这样来的 他不知道你贪污 怎么觉得你小子不对劲 查查你 查查你就真有问题了 这就是神 这就是神明 所以说那耶稣说不要 这个家伙德行也是有点问题 我不说名的 然后这个最后我就问这个学生 我说你信不信基督教 不信不信 我是虔诚的佛教徒 我说stop 耶稣看着他 在哪儿 看不见 我就跟他讲道理 我说是上帝 只是一个名词 上帝就是我们 佛教里面称为如来的 而上帝不是个人 那如来也不是个人 所以是要以相见我 以音声求我 世人行邪道 若见诸相非相 实践什么 如来 所以大家要知道 那么上帝既是如来 如来既是上帝 那么释迦牟尼是圣者 在宣说如来的法葬 那这个 耶稣基督是圣者 他在宣说上帝的法葬 上帝既是如来 如来既是上帝 这个耶稣跟释迦牟尼说的 是不是一回事啊 这不就是一回事了吗 只不过我们中国人说 水的时候 人家英国人叫water 到你们这儿 爱不爱 是吧 叫爱 爱就是水 发音不太准 对不对 我到你们这儿吃饭 第一次来马来西亚 朋友要请客 请客以后 我们到了饭馆以后 喊老板 老板 麻干麻干 我一看桌子挺干净的 还麻干什么东西 这个我们叫麻干麻干 把桌子麻干了好上菜 这挺干净的还麻干麻干 哪里知道你叫吃饭是麻干 所以是名可名非横明 大家不要被那个名相执着住了 这个名字不一样 我就把他教训了一段 我说师父都信 你为什么不信 师父信我也信 我说他说这个信就好了 我就跟耶稣担保 我说我担保吧 你们刚好要在亚洲找一个 你的信众的业力太重 他是世界十大公司之一 什么杀牛厂啦 宰猪厂啦 杀鸡厂啦 什么他都有 什么坏事他都干净 然后开矿啦 断水卖啦 开石油啦 这个大公司 他什么行业都有嘛 集团公司嘛 我说这业力太重 我说我派一个使者给你 帮着去你的集团消消业 耶稣 这个好 但是看看他 还是想要投 我最后担保 担保 我最后耶稣说 那好吧 就这样 然后好 就同意了 同意了 我就跟他说 好了 没事 这拆是你的 你去应征吧 去应征了以后 结果是他就第一轮就被选上了 选上了以后 第二轮 人家的那个美国大老板 要亲自面试他 真又跑来了 哎 师父啊 你无论再帮帮我 怎么怎么样的 然后最后 我说都帮你了 没事的 是你的 他说这个 哎呀 这次是大老板 如果通过了 就通过了 我说 啊好 大老板要问你的话 问什么 你就打什么 要说实话 有几个女朋友都告诉人家 千万别坑人 别蒙着 这个掩盖着 那意思是 什么实话 实事 人家问到实的 你就不止于许转眼珠子 一个人撒谎的时候 你看他的眼睛 他一撒谎要说话 他那个眼珠子先 嗯 一下 再跟你说话 他就是撒谎的 执行是道场 他那个眼睛就直直的 然后坦诚的 在很慈祥的 没有转眼珠子跟你说的话 都是真的 一转眼珠子 再不要信他了 因为他想过了 啊他 我怎么回答他 这咯啦一转 完了 动心眼了 动心眼就不真的 他就不跟你说真话了 啊 所以要知人看眼睛 啊 那就是特别谈恋爱的时候 啊 回去跟老公 问他有没有四方钱 也盯着他的眼睛 他眼睛一朵 一转眼珠子 肯定有四方钱 啊 那这就是绝招 就是不说真话的人 眼珠子一定乱转的 啊 然后这个 结果是我说你要说真话 人家大老板这个根本就不是通过脑袋 或者通过你的问话来那个 他是凭感应的 就是99%的灵感嘛 所以你要是弄一点谎 藏一点假就完蛋了 人家觉得因为你是玩财务的 你不可靠啊 那一下子那个一个大的公司 他的轮转一天多少流水啊 你这个不老实的话 你这谁敢用你啊 然后结果他面试 面试完了回来说老师没希望了 我说为什么没希望 他说一句专业话没问 他是做这个 他是银行的吧 银行的高级审计经理 所以他说一句专业话没问 说你干了几年啊 你会什么啊 你都怎么做 没问 全是拉家长 跟他拉了两三个小时家长 你才知道大老板面试人 他是在审查人品 德行 我说那你又没照我交代的说 什么都跟人家讲 他说我都照实讲了 没撒谎 我说行了 那就是你的 后来他这个很虔诚 去买了一个十字架带的 也信耶稣了 告诉大家这是什么 翘诀 老师不骗人 我们经历的太多这样的事了 后来他真的就被选上了 那是多少人中选一个 就选上了 所以这是九十九的灵感 这是后面的那个力量 后台老板的力量 所以你借实力你要向谁借 向所有的圣者借实力 我们在摩罕默德这里的管辖范围内 在天界它是有划分的 不管是在圣者这个层次有划分 在佛呢还分什么 五方佛呢 对不对 南方佛 北方佛 然后东方佛 西方佛 中央佛 那北方佛跑到南方佛抓人 行不行啊 那不行啊 那肯定要通报给南方佛 派他的天兵天将 派他的护法去抓人啊 那自己不能动用自己的军队啊 那一个道理啊 所以说这个东西大家要知道 这个理德 规矩 这就是跟世间法是一样的 那么我们在这个马来西亚 你要求顺利 那我们一定要恭敬穆罕默德 恭敬所有的穆斯林的信仰 恭敬所有的教堂 穆斯林的教堂 何况穆斯林的教堂将来给你们讲 上面都是和生命解脱 灵魂升华有关系的雕塑 刚才你们看了这个雕塑 就是这样的一个宝月轮中五角星 为什么是五角星 这个画的不对 大部分你看都是五角星 五角星就是五方佛光 五角星就是心肝脾肾五脏光 五脏就是五行 在佛门叫五大 所以是只有五脏都放光了 你的宝月轮才会明亮 才会稳定成金刚的不动的宝月轮 所以大家要知道这个叫借事 那么大家在座的很多是拜神的 拜神的我们要借谁的事 所以你信仰佛教 借释迦牟尼这个体系的势力 诸佛菩萨的实力 那你信仰道教 拜神 借老子的力量 借三清圣祖的力量 借已经成就的八仙 全真七子 历史上所有的成圣的 包括张天师 这些的力量 所以说为什么我们华祖特别喜欢拜拜 并且家里都搞一些像 或者是在庙里搞一些像 供大家来连接 那所有的像 注意一个就是要开光 如果不开光 这个像是死的 那就像我们人有个身体有个灵魂 如果你的身体在 灵魂不在了 你叫死尸啊 你不叫人了 对不对 那你一个石头像 一个玉石像 一个瓷像 如果不开光 那就是像一个人的死尸一样 但是它是不会动的 这个时候你上香拜 那这些动物精怪 一看之叫无主精神 就是是观音像 但是观音没来啊 观音没来 它就又上香 那我来吃香 这个狐狸精 蟒蛇精 山精鬼怪来吃香 一吃香以后 反正这个又没有风 挺好的 就在这坐着吧 当个家住了 这一住以后 你天天拜的观音就是个 实际上你拜的个狐狸精 所以有些人 不供佛菩萨还好 一供家里 有人就开始生病 晚上睡觉就被压 脸黑黑黑青 事情就不顺 家伙人亡 他实际家里拜的邪精 邪怪了 那为什么没有镇宅 也没有开光 大部分寺院的师父叫撒镜 什么叫撒镜 他念的大杯水 然后再念的大杯中 给你弄一弄 这个叫撒镜 这怎么叫开光啊 开光要 因为佛像是空性的 它本身是内空的 所以你只需要 去把这个佛像的场 光场拓出来 这个是现代物理学中的 高级的科技 就是所有的物体 有粒子 粒子它有波动 波动是场 场是光 光它就可以穿越 所以你把这个佛像的场 请出来以后 把它通过你的一金针通道 这就是要有功夫的师父 一送 到了一针法界 到了一针法界以后 这些一针法界的传达神 一看 来了个观音像 再一看下面 张卜生站着 张大师你要干什么 下面有善男信女 要供奉观音化身 请观音菩萨分灵化气 那么普度众生 这一提醒以后 哇 这个大师就拖着这个佛像 就跑到观音道场去了 观音菩萨拿他的净瓶水一撒 干了水一撒干净了 然后啪 一弹一点灵光 自己身上的光弹一点 啪一上去了 这个佛像上面就带了什么 观音的灵光了 这就有灵魂了 人是有灵魂才活 观音菩萨没魂了 因为他是 已经是达到圣者了 魂魄都化光了 所以他是无量光了 所以观音只有光 只有灵光 没有灵魂 没有魂魄 所以把观音的灵魂请上去 那就是骗人的 把观音的灵光 如来信光 观音的如来信光请进去 那是观音的种子 所以啪 整个观音像就变成什么 观音的化身 所以大师们再把它捧回来 然后再通过中脉送下来 我们再一推 推到了观音像上 物质的跟场性的什么 合一了 肉体跟灵光什么 合一了 啪 就亮了 所以是见识过 那天 昨天带着他们十几个去 见识的一场开光 每个都拍了照片 你们可以回头跟他们要着看一下 那开光前是什么样的 开光后的佛像 同一刹那 就是一个前一个后 让他们拍的照 你再看是什么样子 这个我们经历的太多了 你想我这一生给佛像开光 最大的是在你们的这个槟城 五方佛殿 那也有照片为止 那么他们不信 不信都可以看照片 就是当下老师在开光前 开光后 那个当时五方佛 那个槟城的那个极乐寺的 那大的不得了 我就矮成我的身体就这么大 那怎么给他开光 所以你退空空性以后发现 自己就长得好大好大 然后他殿里的那五方佛像就小小的 然后拿手一划了 砰就松上去了 原来是这个就是本尊相应法 然后就是自己可以化成无量大身 去完成这些事 这是后面再给你们讲的故事 所以这个就是什么 所以是佛像 我们传统祖先 为什么留下 我们通过拜佛像 拜这些神仙像 因为这个要有道的高僧 或有道的高道士 高宫的道士开光之后 他就具备了连通法界 师父发暴化三身的力量 联络师父暴身的力量 所以大家要重视这是真的 那么你通过这个 就得到诸佛菩萨的加持力 你有事情在提醒他们的时候 你就见到了他们的事 他们就派他的护法神 他的随行圣众来护悠你 所以这个就是什么 借势力 那有的人乱败 乱败的也借到实力 借到什么实力了 我们借到正法的实力 好比找到警察局了 你拜邪的神 邪的鬼 邪灵 你找的是什么 黑社会老大 你找警察局 警察局是拿工享的 他是为人民服务的 他一定要帮你的 没有代价的 不向你收费的 黑社会老大帮了你以后 接下来怎么样 你惨了 每天来给你收保护费 每年给你收保护费 你不给他 他弄得你店里人量麻烦的 你找来麻烦了 我之前台湾有个学生 他的女儿 台湾就要卡住了 什么叫卡住了 就是他被那个鬼啊 邪灵卡到身上 不走了 然后人生病了 结果呢 他母亲知道了以后坏事了 就去找了一个庙上的师傅给他弄了 弄了以后就好了 好了就能上学了 上学了以后呢 但是过了几天 他女儿说 妈呀完蛋了 他妈说怎么了 说现在家里来了五个 之前是一个 现在是五个缠着他跟他聊天 小女孩这个松果体有点开 然后能看到 那他妈这才想起师傅来了 赶紧给我打电话 他在台湾 我在新加坡 打电话说了这个事 我说你早干什么去了 你早为什么不找 他说师傅 我想你在新加坡怎么还特意飞来台湾吗 我说我不用啊 我说我现在就能给你弄啊 怎么飞得要飞去台湾呢 我说孩子那面前摆一弯水 然后我现在给你调 那他是怎么回事呢 他这个被一个鬼卡了以后 那个鬼太厉害了 结果他到那个庙上去啊 庙上的那个师傅是养阴鬼的 是通过阴鬼办事的 所以你们觉得很灵 很多是很灵 在你们那个层次看很灵 实际上都是黑社会 都是三经鬼怪啊 都是邪魔外道啊 不是正佛啊 不是真佛菩萨 不是警察局啊 所以是那么他找了一个鬼 打不过那个 又找了一个 最后把他庙上养的五个鬼都叫出来 把那个打跑了 把那个打跑了就好了 好了以后你说 人家帮了你到你家要被茶喝 住着不肯走 有什么不可以啊 人家五个鬼 我收拾他的时候 人家理直气壮 他们请我们来的 你不可以管的 那就跟黑社会一样 我帮了你 我到你家喝个茶 然后你再给我做顿饭吃 然后看你家挺好的 我今天不走了 住你家 那么就是这种不讲道理的嘛 那邪精邪怪哪也给你讲道德的呀 最后我跟他们讲道理 我说不服 不服我就收拾你们 我最后亮了我的身份 他们一看 哇 这个师父厉害 乖乖地听话 那么我把他收了 收了给他安置了 因为我们学佛的不可以杀 只可以收 这里有收法 进法 那么有制法 还有什么杀法 杀法是最后的方法 一般我们是不用杀戮的方法 这是将来你们慢慢学 要懂这些 最后把他一弄 然后把他弹了一点光到他水中 然后让他喝了 喝了 人马上清醒了 然后脑袋也不浑了 身上也没有肮脏了 然后那五个鬼也走了 家里干干净净了 那这个叫时空同步 没有时间空间 老是飞着坐飞机到你那去 然后说以前为什么要拜师 他有肉身师父保护 那你是这辈子有牢靠了 对不对 他也不收你保护费 也没有说我给你做好了 你先把那个账啊 账户是多少 先打多少万进去 然后再帮你做事 没有啊 所以大家要重视这个走正门正法 走正门正法 寻得的势力保护 那你这辈子就有希望了 你所有的力量不是自己的力量 最高级的人 最聪明的人做什么事 耶稣基督在圣经中告诉他的信众 说你们既然要打工 就打上帝的工 给上帝打工有什么好处 上帝是创造万物的主 所有的东西都是他的 黄金白银 然后名誉 地位 财富 豪宅 汽车 那都是他创造的 他创造万物的 所以你给他打工 圣经上说 上帝不会欠你的薪水 这是第一 你给他打工 他会付你薪水 安直取仇 就是你付出的 为众生付出多少 下值多少 他以显态的富贵的方式 显态你所求 悉愿满足的方式给你 所以是要打工 就给上帝打工 你是信佛的 信菩萨的 你要打工 就给佛菩萨打工 你要信三清圣祖 你是信穆罕默德的 你都给这些圣者打工 说老师 那这个给他们打工 然后这个 我不什么都没有了 当你舍得的时候 你是得到所有的 当你不舍的时候 你是一文不值的 这个舍得是什么 那很简单 也没有说把你的公司 注册到释迦牟尼名下 说法人代表释迦牟尼 他老人家也不收你这个东西 还是你是法人代表 还是你的公司 但是你只需要在诸佛面前祷告 我公司所有赚的钱 除了我的孩子上学用 家庭生活用 我的有一个豪宅 你要求富贵法 不要求贫穷 说我要住个草棚子 那一定就给你个草棚子 所以我们佛法是富贵法 你要索求 悉愿满足 悉令满足 你要求 我要豪宅 OK 我要架什么3.0马赛地 OK 你要什么东西都OK OK 然后剩下的怎么办 他会问 剩下的怎么办 剩下的怎么办 剩下的为你建道场 剩下的为你的信众 让他们有一个舒适的听经讲法的地方 舒适的能够修到一生成就的道场 我来建道场 我来请高僧大德说法 我自己将来也要跟高僧大德学习 自己也要讲经说法 我这一生就为你服务了 你只需要做这个事啊 你所有的东西都埋怨了 你没事干了 你不学我们马哈迪去为老百姓为众生做点事啊 那你活着不白活了 所以我们为诸佛菩萨打工就是这样 所以我们OSS我从开始 跟我太太两个人开始搞这个公司 什么都是我们两个人 也穷那个时候没有钱 借着钱慢慢红发 后来我的第一批团队出来 我们才凑了两万新币 到今天快五周年了 我们现在在全球有七间公司分公司 在这个工作人员 现在全球有四十多个工作人员 是专职的 控制资产打七八百万新币的资产量 在全球运作 所以是整整才用了五年的时间的这样的一个变化 什么原因 因为我们一开始定OOSS的标准 就是为诸佛菩萨诸圣者建道场 所以我们OOSS所有员工只干一件事 给诸佛菩萨打工 给圣者打工 我们打工的对象很多 上帝也是我们的老板 耶稣也是我们的老板 穆罕默德也是我们的老板 所以我们可以在马来西亚发展 里经有大德 人家捐出整个中华楼 给我们用三年 一分钱不要 免费的 给他个掌声好不好 这个是什么 你在这儿就是在人家的国家 得到了人家的认可 那是大德就出来支持你了 然后说一说 我们在英国也开了公司了 在加拿大也开了公司了 那是什么实力范围啊 那是耶稣的啊 那是上帝的实力范围啊 那是天主教基督教的世界 所以我们不是一个宗教团体 我们是智慧生命的团体 是帮所有的圣者打工的团体 所以我们为什么可以这样 胆胆的不到五年发展这么快 无中生有 从开始没有到两万块钱起价 到现在发展这么快这么大 不是我们这些人有能耐 是做对的决定 我们只用了百分之一的辛苦 用了百分之九十九的来自所有的圣者 摩罕默德 耶稣基督 老子 释迦牟尼 那么弥勒菩萨 因为我们是希望将来我们的道场培养一大批人才 为将来弥勒菩萨来到搜佛世界度众生 这些人都下声到人间来 帮助弥勒菩萨建道场 弘法立生 我们发这样的大愿 弥勒菩萨也是我们的老板 所以说我们去到东北 它的这个有个通道 可以上去 弥勒菩萨那个通道 跟我去过的人都十分熟悉 都几乎都亲眼见到弥勒 然后当然是在公胎下 不是肉眼见 亲眼见到弥勒菩萨的这个 净土的庄严 有一个小女孩第一次跟我们出国 也是刚来OSS学习 他就跟他妈说 妈呀 很奇怪 我上去以后 刚开始走过的一个地方 富丽堂皇 金比辉煌 这个宫殿也是很大 人也是很富贵 很有钱的样子 怎么后来到了后面一个地方去 那里的人穿得很朴俗 然后都不说话 都记纸 然后都在打坐 他这个是从来没听说过 迷了净土是怎么回事 后来他妈就跟我问这个事 我就叫过他来 我说你不知道 迷了净土在兜率陀天 兜率陀天 你刚进去的时候 是进去兜率陀天的玉界四重天 玉界四重天 已经是富丽堂皇了 对不对 玉界天一天比一天的福报大 那就富丽堂皇 感到到那院去 大家都是什么 都是不追求人间享受的 说迷了那院里的人都是干什么的 在那修炼的 朴素的 不注重衣食的 宫殿的豪华 不重视的 他现在突然明白了 原来是自己真到了 迷了那院了 真到了都帅脱天了 所以大家要活着有这种本领去 所以怎么样做到修炼 激活松果体 激活自己下腹腔的生发功 使自己的保月轮打开 在月轮中现出诸佛坛成 现出诸佛进度 你就诸圣者的世界 那你就可以得到他们的真正的加持力跟护有力 这个诸佛菩萨诸圣者的实力 你就真正借到了 说我们借世界什么 借这个 那么我们不单借 我们借就借这个实力 这是最大的实力 全球72亿人 几乎都有信仰 归属于四大宗教 佛教 道教 基督教 伊斯兰教 基督教里面那分天主教 基督教 东正教 伊斯兰教里面分很多教派 但是总归是伊斯兰教 这刚好伊斯兰教是青色的标志 天主堂 东正教堂都是白色的标志 佛教 红教大圆满都是用红色的 房子都是用红色建筑 寺院都是用红黄来代表的 那在道教呢 穿青色的衣服 因为道教的那个出家众 他穿青衣 那他的高道穿紫袍 所以这代表紫黑色 紫黑色代表北方力量 红色代表南方力量 青色代表东方力量 白色代表西方力量 中央黄土 弥勒坛城 因为是娑婆世界的力量 最后这个地方要变娑婆净土 是归弥勒天尊 弥勒尊佛 掌教的 所以大家要知道整个的这个体系 在我们人间是这样分配的 我们把这五大力量借过来 你这一生不成功 很难很难 所以是照做你的企业 发愿度众生 发愿帮诸圣者 建立他们的坛城 建立他的道场 塑造他们的形象 供人 膜拜鼎礼 但是注意要请高道 高僧 大德 开光 不然的话你败了就是邪灵邪道 所以这是借事 给大家讲这么多 借力 力量 你自己有多少力量 我们人很牛 觉得自己什么都可以 什么都靠自己 这个力量是很维弱的 中国有个成语叫鱼工移山 我不知道你们听说过这个成语没有 鱼工移山的故事告诉我们一个什么故事 当时有一个老人叫鱼工 他家门前有两座山 把他往大路上走的路都挡住了 他每次要走到大路上要翻两座山 很辛苦 他想子子孙孙都在这样的环境下生活 不利于后代子孙 所以他有一天起了念 要把这两座山给搬走 搬走那个时候没有炸药 也没有推土机 然后怎么办呢 他就用稿袍 卷袍 尖挑的方法 开始来搬山 结果有个叫骨手的老人就来笑话他 说 哎呀 你脑子漏电 这么两座大山 你想把他搬走 谈何容易 鱼工说 不要紧 我是肯定搬不完的 但是我有儿子 我儿子还有孙子 孙子还有儿子 这样子子孙孙延续下去 山有穷尽 子孙无穷尽 终有一天我可以把这个山搬光 意思是 这个山不会再长高 我人不停地来搬 总是搬一点少一点 搬一点少一点 这个叫鱼工宜山 使之不宜 所以人一辈子要有点志气 你什么时间成功 姜子牙奋斗 奋斗 奋斗 奋斗到八十岁成功了 如果他在七十九岁放弃奋斗 这辈子是否能成功 不能成功 对不对 所以大家要记住是 这个就像跑马拉松一样 没到终点 永不停止 什么时间是终点 永生啊 这一生要成佛 继此肉身成佛就是终点 所以没有真正解脱 不得死 所以我们在整个教学体系中 有一种长生严命术 学会了以后 当你知道寿命将终之前 用它就可以延长十二年的寿命 十二年寿命到了 又没有成功 又没成佛 再延长十二年 一直到你成佛之前 没成佛 就不允许大家死 这就是长生不老数 那这个到底能不能实践 这个历史上 很多人给我们做了示范 彭祖活了八百岁 那龙智菩萨 龙树菩萨活了七百多岁 龙智菩萨 他的第二个传人龙智菩萨 活了八百岁 为什么他们要活那么多岁数 等传人 把法传下去 所以说我们人的寿命到底是多大 按照我们今天的科学家说 天寿一百二十岁 也就是你一百二十岁之前死的 都叫夭折 懂不懂 你八九十岁你就死了 你太亏了 你要活一百二十岁 你没有活过自己的天命 所以说这个怎么办 有方法 无论佛家道家 都有严命术 都有严命术 那你要清新消业 把业力消了 没有冤心债主干扰你 你就不会暴毙 你就不会巴难横死 那么同时 在严寿的时候 也不会有业力的干扰 当年诸葛亮 严寿最后就差一点就成功了 结果被魏严塌灭了本命灯 它是用外七星灯法 我们是在体内 你的七星灯炼成了 别人永远踏不灭的 在体内炼七星灯的方法 这都很殊胜的师徒传承过来 我这一生经过了五十多个师傅 很多师傅给的秘诀是千金难买的 然后呢 他为什么本命灯会被踏破 所以他自己幡然醒悟 火烧曹军的时候烧了一百万人 死了几十万人 业力太重 业力太重 所以是欠债太重 冤心债主 巴难横死 他烧死的那些鬼都是巴难横死鬼 放不过他 所以最后他就被障碍了 就没有严收成功 所以我们要重视轻音宵夜参加法会 为什么老师多事 一会儿这个法会 一会儿那个法会 很多法会 目的只有一个 就是给大家轻音宵夜 延长寿命 这一辈子不成佛 不死 好不好 没有掌声啊 响亮点 就是个不死 对不对 在不死金刚身 不死金身 就是什么时间成佛了 这个肉体也没用了 走了 拜拜 就简单的很 或者要去往生有把握了 往生迷了净土有把握了 厌恶这个世界了 不要呆了 拜拜 给儿孙拜拜走了 无疾而终 欲知识 我的师父满意上师的父母 没怎么信佛 但是他不反对 他儿子满意上师信佛 后来满意上师用方便法 把这个迷了净土的这个坛城里面的书圣画了一个照片 画了个照片以后拿回去给他妈看 说妈呀你看这个地方好不好 他妈一看 哟这个书圣啊 这个庄严啊 哎呀 这个能活在这个世界多好 满意上师就说 你要不要去啊 他妈说 啊能去吗 满意上师说 能去 你只是说你要不要去 你要说要去就能去 他妈说要去要去要去 他又拿给他爸爸看 因为他们都不信佛的 共产党的这个无神论教育很厉害 爸爸也看了 他也问爸爸 爸爸这个说爸爸 妈妈要死了去这儿 你去不去 他老头一听 他老伴要去 那他也要争取要去 说那要去 说能去吗 满意上师说能去 两个老人家过世的时候 都是预知时日的 母亲走的时候 跟满意上师说 准备准备啊 三天后我要走了 没有病 走得很干净 走之前把所有的事交代清楚了 最后蹦一下就走了 坐着走了 爸爸也是这样 走的也是去了几个世界 也去了弥勒净土了 弥勒净土有个好处叫愿往生 什么叫愿往生 西方叫念佛往生 弥勒净土是愿力往生 就是你不退愿望 到死的时候 你一定要去 一定要去就一定去了 就这么简单 绝对交给你们了 掌声一下 要不要去 大声点 要不要去 去哪里 弥勒净土 大声点 弥勒净土 我愿往生 还有人不开口 弥勒净土 我愿往生 我愿往生 好了 再挂嘰一下就定了 这个事啊 都去了 回去骗老爸老妈 OK 将来我们这有迷勒净土的一些图片 你们拿回去 去接远 说老爸老妈你爱我不 爱 爱就好 然后我这个将来要到这儿 下一辈子还想做你的儿女 你也要到这儿来 我们可以永远地不分开 老爸老妈疼你 就说好啊 我们还可以一家人在一块儿 那我也去 他只要说我也去就成了 这叫愿往生 懂不懂 懂不懂 他不要紧 说知道弥勒是怎么知道 都不用知道 这个就是空老法师曾经提到的 弥勒净土 往生十分容易 愿力往生 但是门槛很高 什么叫门槛很高 就是没有师父接引你瞒过去 有师父一拖着你往上一送 门槛就跳过去了 所以我们是有这个OSS有这个使命 要传弥勒净土 帮助大家 拖着大家的脚 翻过那个门槛 你就进去了 是很容易的 所以这是什么 借力 借谁的力 借道场的力量 他也经常来这个道场 经常借这个道场的力量 最后走的时候 也借这个道场的力 我们将来有这个中阴解脱谈成 有这个七七四十九天的超度谈成 那么就是家人不给你办 儿女不给你办 我们给你办 借这个力送你上去了 所以这个愚公移山 鼓手在笑话谈 愚公停没停 没有 实至不已 所以你们要往生实至不已 愿力不退 我就是要搬走这个山 我就是要往生迷的尽度 这个愿不退 最后一定就去了 这个愚公移山呢 这个愚公搬山搬不动 这个大山 结果这两个山神急了 一看这愚公真的发心要搬山 最后就到上界骑情 说我们能不能搬个家呀 这个山就被他挖光了 我这山神就没地儿待了 上界一看 这老头实在是感人 为了后代子孙 就像我们的老马一样 为了后代的大马的发展 拼了 不管三十二十一 九十三岁还在拼 真是拼了 我看全世界就他一个 九十多岁当首相的 最高的领导人 最高年龄的领导人 最后山神 最后一提醒 上界批准 一个晚上两走大山 瞬间不见了 搬走了 这就是愚公移山的故事 那这个故事 一般人只是在于说 笨劲 我今天挖 明天挖 后天挖 再后天挖 我一辈子总能挖到金矿 你忽略了 九十九的力量 是神明搬走的 所以这个时候你才明白 我们除了借士 借最大的士 借这些圣者的体系 势力范围之外 我们还要借什么 借利 借谁的利 借四圣众的利 诸佛菩萨 声闻圆觉的利 还要借谁的利呢 借天 人 阿修罗 地狱 畜生 恶鬼 六道之利 因为诸佛菩萨 释迦牟尼在经中告诉我们 不是我度众生 是众生 度我成佛 记住这句话 所以是众生不给利 不帮助你 你能不能成佛 不能成佛 那你要借到 四圣法界的利 借到六道众生的利 怎么借 你如果不懂方法 你都不能去找人家 怎么借 这就是所有的 你们接触的大部分是显宗佛法 是要三大恶僧七节成佛 但是你们接受张老师接触的是另外一个体系 叫祭此肉身成佛法 这是一世的最后身 没有第二身 那借此肉身 祭身成佛的方法 你非得要借到四圣法界跟六道众生的力量 你要借六道众生的力量 你首先要能跟六道众生say hello 对不对 打招呼 你都不能say hello 他怎么帮你 对不对 所以那就是要和他们打交道的方法 打交道的方法 怎么样才能去六道空间 刚才说欲界六重天 到了第三重欲界天的时候叫夜魔天 夜魔天它是空聚天 夜魔天在佛经中描述中描绘 它是没有白天黑夜的 就是24小时白昼 那么我们知道今天科学为我们解密 太阳系里的星球都有白天黑夜 为什么 当星球转向太阳的时候就是白天 背面朝太阳的时候就是黑夜 只不过地球是24小时 火星又是另外的一个时间 土星又是好像经过几年的自转 才可以转一圈 那就是不是24小时 所以有的话叫天上一日人间千年 因为我们按一个24小时为一天 它们可能是更多的时间才为一天 所以大家要知道这些都不是神话传说了 都是真实的 科学给我们答案了 但夜魔天24小时没有白天黑夜 也就告诉我那个天在空居天超越了太阳系 不在太阳系里面才不受太阳的影响 才24小时都是白天 也就到了银河期 比太阳系还高的位置 今天的宇宙科学 我们的太空飞船只在太阳系中探索 还离不开太阳系 即便你坐宇宙飞船都难以去夜魔天 人类怎么上夜魔天 人类怎么去倒立天 当年释迦牟尼为母说法在倒立天宫 是地居天的第二种天 结果不是他一个人上去了 欧难也上去了 如果欧难不上去 没办法记那个经典 当时释迦牟尼带着一众圣众 怎么到了倒立天 大家没想过吗 所以是身外有身 也就是释迦牟尼当时作为一个人 他的身体是在大讲堂 他的身外身 犹在 化身在倒立天宫 为母说法 这个才是释迦牟尼 所以大家要知道 所有的寄身成佛 寄身成就的秘法 是要自己的肉身中 练出身外有身 叫化身 化身成就了 你就可以穿越六余天 穿越十八重色界天 穿越无色界天 道一真法界 你才可以跟阿修罗打交道 才可以跟地狱打交道 跟畜生道 跟恶鬼道打交道 跟巴难横死的恶鬼 凶恶的恶 打交道 这个凶恶的恶鬼打交道 你没有身外身 你以个肉身 如何打交道 一个肉身如何 不能跟六道打交道 如何一生成佛 你欠六道的怎么还呢 所以是一个化身成就了以后 可以成就千万个化身 可以在一个早晨 去到无量的世界 去了缘 了法 阿弥陀经中告诉我们 在阿弥陀佛的世界中 一个莲花化身出来的成就者 可以在一个早晨的时间 到十万亿佛国 供养诸佛 去了十万亿佛国 每一个佛国 只去一个人就够了 所以是 那有十万亿个佛国 就要化身 出来十亿个化身 去到那些国家 你才明白化身法的厉害 大家念阿弥陀佛在 阿弥陀佛身金色 向好光明无等轮 后面光中化佛无数亿 化菩萨众亦无边难 这是化身法 佛法的致命 既肉身成就的 不再堕落六道轮回的秘密 在于化身成就法 我们这个传承中有 我这个五十多个师父中 传承下来的有 所以大家要知道多么殊胜 没有这样的法 你想一身成就 很难 所以这个就是莲花化身 前面给大家讲的 你必须用自己的心肝脾身肺 画出一个我 这个画我是光做的 光做的可以以光速在宇宙中穿越 并且既然是光做的 它就可以画成无量的我 你像孙悟空 把一根毫毛搅一搅 出来好几百个孙悟空 有没有看到这样的说法 西游记里面 就这个道理 成就一个孙悟空 可以画成千千万万个孙悟空 千千万万个孙悟空 可以在千千万万个国度里面 度众生 你才可以积累一身成就的资粮 这叫借力 借你自己的本命原神的自力 不是他力 同时有了这个原神 孙悟空可以请观音 请玉皇大天尊 请天兵天将 请海龙王 请地神 然后你就借上了所有的四圣众的力量 借上了所有鬼神的力量 所以这样才能寄神成 所以这个叫借力 而不是完全靠自己念经 诵经 备证 做功课 你天天做你有多少力量 所以是大家要重视 借力 借神力 借自神之力 不是借附体 动物精怪之力 妖魔鬼怪之力 很多人也是 外面谁谁谁有神童 很多人从来没有修炼 佛经也讲不了一句两句 他就有神童 这都是附体外道 一个真正成就的 自神成就的师父 自力成就 他合力成就的师父 第一 他有无量神通力展现出来 第二 他必须会讲经说法 你拿任何的佛经给他 他都可以不用看 直接给你讲 这就是六祖慧能 一个大字不认识 他一通百通以后 成菩萨了之后 他的弟子拿经 念一句 他讲两个小时 念一句 他可以讲两个小时 引经据典 引华言经 法华经 他看过没 这辈子没看过 他不认字怎么看过 所以那你才知道 一通百通 所以一个真正正法师父 你们在外面遇到一些 没办法辨别 他是真正的 正的 还是邪的 你拿金刚经给他讲 你拿心经给他解 你拿阿弥陀经给他解 他一拿过来 手就发抖 不敢接经 也不敢听 也不会讲 这个人你不要 他不是正法 你不要跟他修学 真正通达的师父 那随便你拿过来 这本经很 我从来没看过 你拿过来我就可以给你开解 为什么 这个是跟释迦牟尼心心相印了 释迦牟尼的经 无非是他的心音 心跟音字结合一块 就是意念的意字 经无非是释迦牟尼的意 那他的意 你这个空性 在你的这个平台上展现 那展现出来的是释迦牟尼佛的心音 以释迦牟尼佛的心音 印你的心音 所以你就听懂释迦牟尼的经的意思了 老师一开解 你要知道 真的是对 讲得对 为什么你知道 你也有佛 你是佛 你的佛性 你的灵性 知道这是对的 第一次听知道这是对的 另外一个人讲的是不对的 所以大家要知道 通过这个来鉴别 什么是正的神通力 不要去借那些邪门外道 邪门外道帮了你以后 就刚才说 五个鬼帮了你 他要到你家拿你的生命光 他不是要你的钱 不是要你的红包 他是要你身上的光 那个帮你的人 神他拿走了红包 鬼他是要你身上的光 邪灵他是要你身上的生命光 提升自己的生命量 那你一被他缠上以后 就黑了巴基 百病重生 所以有的人越跑道场越生病 我提醒你 那是邪灵道场 正道场来了 都是被光化的 业力都释放掉了 那么你的病会减轻 会越来越没有病 所以这是借力 大家要重生 那么第三要借财 这个世间 时空点变化了 我们今天所处在的时空 不是古代时空 你不要迷恋 古代的时空 古代的时空 是可以四大节空的 你没有钱 可以生活 为什么呢 因为有土地 有土地可以种庄稼 可以种蔬菜 所以是那季节到了 我去种地 闲的季节我修佛 没事干 农活没了 我就修佛 农活来了 做农活 所以你可以没有财 今天 你们马来西亚 有的人还挺有福报的 买了什么香蕉园 买了什么榴莲园 还有土地 我们在新加坡就很惨 有地地产很贵 我们买不起 我们通通住的鸟笼子 是九十多年就被人收走了 土地不归我们的 所以我们没有自己的土地 所以是 我们没有土地 不能种庄稼 你靠什么生活 你必须是有钱去买粮食 有钱去坐汽车 坐飞机去红道 今天的时空没有钱 是万万不行的 特别生活在城市中的 历来修法者 正法 没有一个师父 不让你去赚钱 钱能不能赚来 它不是你努力不努力 是你的德行厚不厚 刚才说 都是功德置换 都是你的能量之换 所以师父 正法的师父 他上去就在给你赔德 严格要求你遵守 仁义理智信武德 严格让你遵守 天地人三才之德 要修八德 还不是只修一个仁义理智信 那你这些德越修越厚的时候 能量越聚越多的时候 你还越来越穷 这说得过去吗 说不过去了 这证明你没有修好德 你没有修好自己的功德 你做法会不够力 你超度不够力 你发心不够力 有的人说 老师我做了 每次我都做了 做的时候要检讨自己的心 不是出了多少钱 有的时候我出了很多钱 之前有个贫女 用半文钱 她讨饭讨来的半文钱 点佛灯 结果最后 这个灯老是不灭 因为它是全部的家当 她没有 她只讨来半文钱 结果她就拿去点灯了 后来这个老和尚出来 给她办忏悔 最后她的业力消除 在这个灾难 水灾退了之后 她回到家乡 皇帝选秀 在古代的时候选妃子 要各地进美女 从美女中再选妃子 叫秀女 选秀 入宫 她就被选上了 选上了以后 被皇帝看上以后 就成了贵妃 成了贵妃以后 她这个想起来 自己哪来这么大福报 原来那个老和尚 给她办忏悔 消了业障 所以最后她就回去打谢 打谢的时候 她拿了万两黄金 然后皇妃出宫 敲锣大鼓 一张队 护卫队 多少人马 轰轰隆隆地去寺庙 结果到了寺庙以后 这个老和尚没有出来 教她的小徒弟 给这个贵妃 做忏悔仪 这个皇妃就 已经是妃子了 她就发脾气了 就找老和尚过来 说你怎么这么不识大体 我是皇妃了 你还不亲自为我做 我当年是个贫女 你老和尚还亲自为我做 老和尚说 你当时的半文钱 是你的真心真意 感动诸佛菩萨 是诸佛菩萨让我来给你做忏悔的 今天你敲锣大鼓 带着万两黄金 表面上你们有的时候 我这个宣扬佛教 我这个大高调 这都是邪魔外道 高调弄佛 都是邪魔外道 真正的都是让大家明了佛理佛法 真心实意地去学佛 真心实意地去弘道 没有那个虚了飘的 你看这个黄妃他是为什么 宣扬佛法灵验啊 说是敲锣打鼓啊 这个摘僧啦 共佛啦 万两黄金也抬去了 你看你们现在是不是很多人都在玩这些东西 邪魔外道 不是诸佛菩萨要的 诸佛菩萨要你们明理 通达道理 通达生死轮回之地 出离心生起来 菩提心生起来 要识相菩提心 这样是真佛 然后这个 结果老和尚就跟他讲 你现在不是真心实意 所以我让小和尚小沙弥来给你做忏悔 已经是有点多余了 意思是你在演戏 我没有必要配合你演戏啊 你来真的我就入戏了 你这是假的 我不要跟着你演戏啊 所以我们现在很多佛教界都在演戏 敲锣打鼓 虚掌声势 搞得轰轰隆隆的 然后人山人海的 结果连个场都没 连个场都去不起来 去的人反倒累得要死 所以大家要重视 这都不是真正的佛法 邪师说法 如何和横河沙中到末法时期来 那这个案例说什么 就是你们每次办法会 到底要捐多少钱才是大功德 要捐多少钱才是真心实意 量力而行 没钱拿一块钱也可以 再没钱 人来了 心来了也可以 不是一定有钱 你说我真有多余的钱财 帮助那些 可怜众生 我多捐点 真心捐 没有说我多捐 会多赚功德 千万不要有这种心 我是真心 我这是多余的 我拿来弘扬道场 帮助这个OSS在吉隆坡的道场活起来 顾更多的弘道者 发扬更多的宣传力 然后让更多的人接触真正的佛法 这个心来了 好了 力量来了 而不是张张扬扬 而不是到处闲权 别处都立功德牌 我的功告人说 老师人家大功德主要不要刻个牌在办公室写药位置 我说你们要害他 人家好不容易都做的功德 让你一表扬统统没了 对不对 功德有什么 有这个显态的德行 有隐态的德行 显态的德行叫扬德 隐态的德行叫因德 扬德是你做了好事大家都知道了 结果一表扬你 一发一个奖状 一立个功德牌位 一分钱功德没了 然后因德是什么 因德因及子孙后代 你这辈子可以用 下辈子也可以用 因德是什么 你做了好事没人知道 所以说我的有几个大功德主在新加坡 人家动不动就赚几万上万的 他们跟我要求一点 说老师你不可以让人知道是我捐的钱 为什么他不要出这个名 这是什么 因德 你做了好事没人知道 我们也不宣扬 选扬了就把你的德行搞没了 花不来 那还有一种玄德 我们为什么要带着大家去超度 九族超度 孤魂野鬼超度 然后这个无四孤魂超度 什么英灵超度这些 为什么 这个叫玄德 就是在隐态世界六道众生你帮忙了 积累的东西都叫玄之又玄的 玄德 是在无形中的一种力量 那最高的德行是功德 功德是度众生以后劝众生去极乐世界 和私生法界的圣众 然后一起接引众生到极乐世界 这叫功德 因为让众生觉醒了回归自信 回归自己的如来藏 他也真正的去了极乐世界了 这个都就变成你的功德了 六祖会能说什么是功德 功德从自信中出 从你的菩提心中出 从你的如来藏中出 这才是功德力 功德圆满使成佛是指这个 如果只是摘僧 只是建庙 只是做一些这些表面的文章 那叫福报 记住是福报 可以升天 所以当年达摩祖师去中原的时候 梁武帝听说达摩祖师厉害 然后就召见达摩祖师 达摩祖师听说梁武帝好火 然后想去度化他 也去见他 见他第一句话 梁武帝就问说 寡人摘僧无数 见他庙无数 功德若合 因为梁武帝那个时候是皇帝 一个梁朝的国君 所以他真的拿出自己的钱来 摘僧啊 建庙啊 所以说我们再大的功德 都没有梁武帝功德大 这个捐钱多 盖庙多 我们没有他那个身份嘛 所以你用这种方法 单独地用这 单纯用这种方法 想换点什么功德成佛 没门 所以当时这个达摩祖师就跟他毫不客气说 功德也无 意思你这都不是从自信中出的 你看你问我这个话的意思 你看我这个做了这么多好事 应该给个什么奖状啊 是不是 要你这个高僧表扬我一下 诸佛菩萨表扬我一下 然后我美一美 结果梁武帝一盆冷水拍下去 功德也无 他这个一听不高兴了 我做了这么多大功德主呢 你就说我功德也无 然后最后就不欢而散 他的国师宝智公禅师 这个从外地听说梁武帝要见达摩 就跑回来了 跑回来 达摩已经被梁武帝给气跑了 这个宝智公就问怎么回事 梁武帝说 这个和尚不懂佛法 宝智公说他说什么话了 他说我做这么多好事功德也无 宝智公禅师告诉我 这才是真人啊 你所做的都是福德 都是福报啊 只不过你是皇帝 我们做国师的不敢说 这个梁武帝听说了以后 派快马追达摩 达摩走到落河的时候 过不去了又河 看到后面的马追过来了 也不想回去 然后就折了一个芦苇 放在水上 踩着芦苇 飘飘荡荡地就过了落河 这就是达摩一尾渡浆的故事 这是高人啊 真的 你们不要当神话故事听了 这种人在现在也有啊 他修到了这个光允神 到少林寺后山坐了九年 他没有这样的功夫禅定力 他哪能坐九年 他没有空性正见 他哪能坐九年 不要说让你们坐九年了 坐九个小时你们都挖挖叫了 有的人坐九分钟就下坐了 对不对 所以说大家要知道这是真功夫 大家要知道我们借这个利啊 借财 不是通过这个发财 不是说我捐了钱 诸佛菩萨就十倍二十倍的回报 不是 是通过你度众生以后变成的能量 变成的无形中的一种 把物质的东西没了 你的十块钱没了 一百块钱没了 但是这个你的心出去以后 用来布施给六道众生了 帮六道众生解脱了 那这个时候呢 你变成的 他变成的感恩力 物质的东西没了 能量来了 这个叫职能守候 也就是你把物质变成能量了 这个能量可以什么 传代啊 就是下辈子你可以用啊 钱只能这辈子用啊 你下辈子不再投生人间 你的钱 你就是投生人间也不归你用了 因为是张卜生的存着 你下辈子改姓呢 投胎了不可能再做回张卜生啊 所以大家要知道 我们这个修行人啊 在这儿不要犯错误 要把大量的物质转换成能量 供养上供诸佛菩萨 供养上师 供养道场 供养大修行者 人家没有钱求道 没有钱上课 没有钱做功德 你布施给他 让他做 这就是大功德 这个就是功德力 这个功德力转换成的能量 将来变成钱财 诸佛菩萨不是凭空帮大家的 那刚才说的财神宝瓶 你上供 里面那么多宝物 所以你是花了几百块钱来买这一个宝瓶 你觉得很贵 但是实际上他变成了隐态的无形能量 加持给你的时候 那个值多少钱 都是拿来给你的 诸佛菩萨要他干什么呀 诸佛菩萨拿他都觉得累赘呀 对不对 他不是要你这个东西 上供是供了谁 上供最后都是供了准备给你自己的 不是给人家的 你通过这个供财神宝瓶 供文书宝瓶 文书宝瓶求智慧 界定慧 你供了文书宝瓶 看不懂的佛经看懂了 听不懂老师讲的法听懂了 学不会的东西学会了 供文书宝瓶 慈悲心生不起来的 生起慈悲心了 供白度母宝瓶 然后供了 然后消灾免难了 不单可以用这个白度母来保护自己 全家人 儿女 父母 你想保护的任何人 都可以把这个宝瓶化成 有个莲花拖着 放到那个人头顶 放光照它 做观想法 观照法 就可以帮到人家 你就真有一个力量借助 这个力量帮助别人 世间有一些没有智慧的人 自己练了点气功 自己练了点咒 练了点经 然后就伸手帮人 社会上很多这种流派啊 结果的帮着帮着把自己病到了 帮着帮着别人富了 他穷了 这是什么原因 因为你太牛太自我 所以你是用自己的力量去帮别人 你这个这辈子福报是一千万 这个人穷 然后遇到事了 你来求你帮忙 请你帮忙啊 你给他念粥啊 清云宵夜啊 好 画个符喝了什么的 好了 我帮你了 真的灵验 他马上做生意 赚了一百万 你不知道那一百万哪来的 人家给了你一个红包 恭敬你 扣了头了 从你这儿掉了一百万给他 来十个人就把你这一千万就掉空了 所以是那些邪师 这个特别是道教的 这些谈成的 你看哪一个在那儿主法的 是富贵人 富贵 所以是他们都要领孤寡贫寒四个字 我师父当时教过我 他说你以后遇到师父 要领着你走夜路你小心点 我说为什么 他说这个 你们这个 他这个邪师 黑道教人的时候 一定让你断子绝孙的 你要发这个愿 不发这个愿 你的法术不灵 我说那谁干呢 那你让谁断子绝孙也不干啊 师父说他们有招啊 我说什么招 他说他会带你去一个漆黑的地方 然后越走越说我今天晚上要教你秘法 咱俩要上那个山上去 走山路 走山路黑 黑走一会儿他会问你 说你看看后面有没有来人啊 你往后一看说 师父后面没有来人 然后你继续往前走 等一会儿他师父又说 你看看后面有没有来人啊 又回头说后面没有来人 然后再往前走一次 他又问后面有没有来人啊 说后面没有来人 什么意思啊 你身后断子绝孙 没有再来的人了 这是发毒誓啊 让你发誓说 我现在要教你一个法 你说我要断子绝孙 你们发不发誓啊 发誓才怪啊 所以今天有一些黑潭城 他们不叫你走山路 也是这样 跪 祖师在这儿 回头看 有没有人 师父没人 回头看 有没有人 没人 回头看 有没有人 没人 好了 三次 后五来人 你又发愿了 这是黑潭教人的招 大家千万要注意 太糟糕了 所以是那这些人 你看全是 这个不如意的人 人间不富贵 然后越搞越穷 越搞身上越有病 越搞越后代子孙出问题 那这都是 这个我们叫旁门左道 大家要小心 真正的正法是富贵法 越修越富贵 所以这个是求财 求财向谁求 向自己的德行求 求财向谁求 向我们的 所有的财富本尊求 所以密宗 密法里面 为什么重视 这个五方财神 共五方财神 宝元度母 然后这个财宝天王 那么在我们显传的 这个华人文化中 也有文财神 武财神 周路财神 五方财神 为什么这么多 十几生都是 大家要借财向谁借 我在加拿大讲课的时候 我问那些大众 我说 你们借财要向谁借 他们说 向银行借 我说你们傻不傻 那银行借钱是拿你一百万抵押 给你七十万 准备随时把你一百万给拍卖了 那是借钱的 那是讹渣好不好 你值一百万 我值给你七十万 将来七十万不还 我把你一百万就拍卖了 那叫讹渣 那叫借钱啊 说是向谁借 有的人说 老师你借给我 我说我比你还穷 你向我借 我又不是银行 向谁借 向财神借 财神他的职务是干什么 财神不是跟你们要钱 先要搞懂了 财神是钱多得太多了 往外给钱的 当然是要向财神借 向他借又不用还 对不对 又没有利息 但是你要记住 向财神借的钱 是为众生借 为众生红法立生借 你为众生红法立生借了钱 那时候老师呢 我就不能买房子 我就不能买道场 我就不能吃饭 谁说 没有你了 谁去红法立生啊 没有道场众生在哪听听说法 外面又打雷又下雨的 怎么去听听说法 所以还是用在红法立生上 要保护好你的肉身 让你过上富贵的日子 你没有后顾之忧 所以真正红法立生者 正法者都是大富大贵的 这个是密宗 唐密 东密 藏密 的殊胜处 你看藏密金笔辉煌 你看哪个法师修法 藏密 大二十里 仁波切修法 穷当当的 前面没有金器 没有银器 没有的 整个都是金笔辉煌的 为什么 那要借那个金器 借那个银器 来修自己体内的金的含量 人要 衣装 佛靠 金装 你要有真的金 你身上 里面 将来出来的那个化身 才有金的力量 这个叫 粒子 玻璃二相性 有那个粒子在 就有那个金的力量的波在 否则你难以成就自己的金身 所以大家对财富观要打破 这个在显宗三大阿尔僧七节成佛里面 他重视的是 离相得解脱 就是要通过戒律 戒自己的财色明识税 因为这是地域五条根 在密宗里面讲金生成就法的时候 讲既相解脱 既什么相 就是既贪嗔痴宜漫 既财色明识税中解脱 什么意思 就是财你也要 色也要 明也要 食也要 税也要 所以说将来要教你们梦观法 梦观法就是一睡睡不醒啊 最好睡七年 那你就成佛了 那为什么 那是梦观啊 在梦里修啊 你活着老是左思右想前思后想 你干脆还是在梦里修不醒的法 然后就不贪世间的东西了 睡是一定让你睡个够的 睡个够的 将来闭观就允许你在梦观里睡眠 常睡不醒 睡他三天三夜 睡他七天七夜 为什么密宗闭观要有人互观 那要看看你是死的还是活的 要死了赶紧救你 活着就让你睡个够啊 是不是 寂相解脱 财色明时睡 明明是地域五条根 让你够 够了以后你再不想了 财富到了一个数字的时候是符号了 你根本就不想了 为什么 已经是多到这辈子用不完了 你还想钱干什么 不想钱就干什么 干事啊 对不对 杜众生啊 钱都够了 你还想去赚钱 现在人太贪 世俗人太贪 有了钱还去用钱赚钱 修法人是有了钱 以财护法 以财宏道 以财养道 以财宏教 对呀 是这样的 没钱做不了事啊 对不对 老师没钱坐不起飞机来吉隆坡 老师走着走 那你好几天才能走到啊 对不对 所以一定是要有财 所以历来真正的大法 没有让大家不去赚钱的 是君子爱财 取之有道 用之有道 在孔子的君子的法中也是这样 叫大德必得其位 大德必得其鲁 鲁就是财富啊 大德必得其鲁 鲁就是寿命 没有病啊 大德必得其鲁就是你的名气 很大 因为你弘法立生 传扬正法 你是诸佛菩萨的代言人 你受到别人的敬仰跟尊重 你的名声越来越大 名气越来越大 是不是啊 所以是这个没有一个 你看孔子没有让你不求财的 在道教中啊 也是很多什么 在道教中也是很多财神啊 那在佛教也很多财神啊 刚才讲了 说大家要懂得 这是两种方法 一种是离向解脱法 离向解脱要通过戒律 那要走这个四大皆空的路子 就是所有的财色名是水都不能沾 沾了就是毒 毒了怕毒害 所以是不敢沾染 但是在密宗修法就是 你要入进去 你就是要沾 沾得满身铜臭味再出来 然后你对钱财就过了关了 所以大家要懂得 这个寄生成就法 跟你们之前解除的 显宗是两条路子 你要选择三大阿僧七节 这个修行 你就走那条路好了 继续做人啊 发个愿下辈子还做人啊 不行的话 做狗了的时候 记住到佛前再拜一拜 再转身称人啊 你们经常看视频上 有小狗也到佛堂去拜一拜 那懂得拜的狗 前世也是人啊 不小心堕落成畜生身 想起来自己是人 是个局势身 又去拜一拜 好了第二天死了 再转世为人 何必这么麻烦 为什么还要去六道轮回啊 你没有出离心害死你啊 你没有出离心学佛 你是个呆子 你是愚昧者 你没有智慧啊 要生起初离心 才是真佛教徒啊 所以我们借财 不是像十座人那样贪财 是我们有了财以后 要用去弘法立身啊 给诸佛菩萨赚钱 给弘扬道场赚钱 那你的钱就源源不淡 用财神说 你看他的钱给他了 他都没有自己去浪费 通通弘法了 通通立身了 通通养员工了 养红道人了 那不多给他那边 再拨一库钱给他 对不对 他都替我舍 我还找不到代言人的 原来都是他 都给他 放他家里 放他的账上 随便他用 财神这样才能借到钱 都为自己自私自利借不到 他的钱财是为了度众生的 所以大家要记住 借财 最后一个字 借骨 这个字出来的时候 有人马上给我发简讯 老师啊 我们南洋人 这个骨字都害怕 叫下降头啊 你能不能不讲这个借骨啊 借骨是以毒攻毒 这个骨啊 不是贬义词 骨是中性词 骨是骨虫 骨虫怎么制造出来呢 把所有的毒虫放在一个缸里面 然后盖上缸的盖子 最后有一个毒虫活着 其他的毒虫都被他毒死了 他是毒王 毒中之王 用这个毒干什么呢 在中医里面 有些药性入不了骨 用懂中医的人都知道 那个药能进五脏 不能够进骨骨髓 也不能进细胞细胞核里面 怎么样才能进去呢 必须要有药引子 那什么样的药引子可以入骨呢 这个就是这种毒中之王 他可以入骨入心 所以用得好可以救人 用得不好就把人毒死了 大一王才敢用 佛是大一王 说借骨之毒 而供你的毒 供你的贪嗔吃一脉无毒 所以说 那么你要贪对不对 好 我就让你贪个够 一百万够不够 不够 一千万够不够 不够 一个亿够不够 十个亿够不够 到你一千亿 一万亿的时候 妈呀 我这怎么花呀 够了吧 够了 这就叫一毒共毒 因为让你借不住啊 你说不要赚钱 不行啊 我要赚 你再怎么说他还是要赚 不行啊 那他就度不了他了 算了 让你赚好不好 让你赚好不好 让你赚 够了吧 够了 不够再给 不够再给 再给 给到最后 哎呀 我不要了 好了 过了这一关了 密宗的方法 通通是让你得到最大的满足 财色明诗税 得到最大的满足 你要钱 让你很富贵 所以你看修密宗法 修对的人越来越富贵 金碧辉煌 这个住的也好 用的车也好 住的宫殿也好 为什么 就是这样 以毒宫殿 让你不再贪 不再贪 不再贪你就超越了 所以财是这样 色呢 色是物质 不要说是美女 这个色是什么 色法界 你要手机 一个够不够 不够 两个 两个够不够 三个 三个够不够 哎呀 不要了 没用了 够了 够了就好了 你喜欢买电脑 给你买最好的电脑 不好 买两个 两个 三个 哎 不要了 没用了 超越了 女孩子喜欢LV包 使劲买 买到你不想再买了 这个就是什么 这是色法 要过这个关 吃 大家都有这个经验 我们穷的时候 一年吃一次肉 猪肉 什么肉 吃一年家里才吃一只鸡 那个鸡好香啊 肉啊 好香啊 现在请你们吃饭 老师来点素的吧 我要吃菜 为什么 够了 那个我记得我小时 最爱吃的猪头肉 我现在看见就不想吃 他的小时一个猪头 我都可以吃干净了 他很馋的 那不得了 一年他吃一次 你想 让你满足了 现在你超越 现在尤其我的下一代 我儿子儿女这一代 你要请他吃饭 他烦死了 他喜欢玩 他喜欢做他自己的事 你说今天我们七个碟子 八个碗站上把井坐在桌子上 吃一顿大餐 他烦死了 不要坐在那 超越了 我们那个时候吃什么没什么 看见什么都好吃 所以你要超越 所以密宗法通通在财色名诗税 你要出名是吧 让你天下都知道 名大的不得了了 你还要那个名干什么 财色名诗税 都超越了 是通过这个断五根 断五读 不是大圣是什么修 显宗是什么 贱 四大皆空啦 不要贪财啦 不要贪色啦 不要贪名啦 不要贪吃啦 不要贪睡啦 他就折磨人的方法 什么早课 晚课 中午还有课 然后还要让你下地 还要下午 还要累你 就让你没时间打妄想 密宗是哪也不去 在大殿里 一整天在大殿里修法 不用干活 所以大家要知道不同的修法 你不要混 不要拿你在显宗学的东西来攻击密宗 最终是为了解脱 为了超脱 进入空性光明 五尘都不染 五毒都不沾 财色明术水对你都不起作用的 那你就超脱了 超脱就顿入空性 空性就正见 正见就成就了 这是借骨 另外一层意思 大家学东西要入骨入心入水 说借骨是要借佛菩萨的加持力 借佛的以心印心的力量 为什么老师讲课声音要大 要震颤你 要印到你的心里 这也是借骨 借诸佛菩萨通过我的头顶的弹成的连接 然后加持那个力量 加到你的心上去 入到你的骨里 入到你的水里 这是骨的本意 你们现在知道骨惑人歇 下骨 这是斜的 下骨就是下降 骨惑人歇也是不好的成语 但是它要跟祸连接在一块 就是不好的 它跟下连在一块 下骨就是下毒下降 那个是不好的 那骨本身是一个中性词 这是你们的中文基础太烂 导致的很多的错误之见 错误认知 要把它修正过来 所以这在这个显代世界也要借骨 借骨是什么 借别人的影响力 我在新加坡相对来说 现在已经出名了 所以出门不敢干坏事了 现在 为什么 认识我的人太多了 我都不认识人家 因为我们有那个网络嘛 有网络这个上传 YouTube干什么 很多人在网上看过我 说我不认识他们 他们认识我 有时候出去办事 人家在小贩中心吃饭 人家过来打个招 张老师你好 我一看也不是我的学生 我说我在哪见过你 他说你没见过我 我认识你 我说在哪 那个孔雀明王大法会了 那个YouTube上面了 还有你 我朋友介绍我看的 所以是害得我都不敢做坏事了 现在 认识人太多了 就是小心翼翼地做人 那这个 这个是 大家要知道是什么 影响力 我当时谁帮我做了宣传 这个我们新加坡有一个 见过元训 叫李炯财部长 他是92岁去世的 前两年刚去世 他是跟李光耀一起打天下的 就是李光耀的左右手 跟李光耀一起建新加坡国的工学 所以他是50多年学印度秘宗 是真正的源自印度的秘法 将来有机会交给你 因为他把它传给我了 很简单的一个秘法 很厉害 但是他跟我交流的时候 他发现 他50年他不生病 没怎么注意 为什么 他只要一有病 他啪啪啪 把三个名点一锯 啪一放光 哪里疼 在那个地方一放光 啪就不疼了 他就达到这个水平 他90多岁的时候还不足拐杖 不坐轮椅 人很健康 一辈子就修这个印度秘 秘宗 就佛教的印度秘 然后呢 就是他跟我通过熟人介绍以后 我们华山论剑 因为他是这个行家 那最后一看 我的天啊 我这怎么这么多东西 佛家一个体系 道家一个体系 基督教一个体系 然后每一个体系 都有阶体给大家上 然后这个法又是无量无边 他佩服了 佩服了最后 他就当着有人的面 说这是我们新加坡的国宝 没有掌声啊 我这个国宝级大师 是有人疯的 是我们的袁迅疯的 他90多岁 他做过教育部长 做过什么 他是很高级的人 他识货 他说你真是我们新加坡的国宝 原来我们这还有这样的文化大师 那他就见人就说我是大师 见人就说我是国宝 他是什么人物啊 他是元勋的 他这个有时候 这个请我吃饭 去餐馆 结果我们一进去都起礼 他早都90多岁 他早都退休了 那些人都起来 李部长 还叫他李部长 为什么老百姓服他 真的服他 然后他自己不为自己 为整个国家 为整个政坛 为整个新加坡的富强 所以他不求那个名 也不求那个什么地位 但是平易近人 所以很多人认识 那些老的特别六七十岁的 那你见了他都毕恭毕敬 那么他都给我给人介绍 这是咱们的大师 这叫借骨影响力 就大家信他 然后他说了 大家就信了 说是你们要成功 也要跟老者尊者去交往 要尊老爱幼 要尊敬老者 尊敬这些有成就者 那么我们才会得到他们的支持 跟传扬你的美名 这是借骨 这是显态世界要借骨 借影响力 不是去借毒害力 是借影响力 当然这里面还有很多的技巧 比方说在密宗中 他有愤怒尊的修法 以毒攻毒 你厉害我比你还厉害 你是鬼王 我化现成阎罗王 阎罗王管鬼王的 你是小鬼 我化成大鬼 你是这个什么 我化成这个愤怒尊的金刚 震慑你 所以你看那个藏传佛教 他有金刚武器 什么意思 他是以毒攻毒 来吧 凉不凉吧 干 你干不过我 老老实实听我的 相符 就是文武本尊 武尊就是相符 就是以毒攻毒 就是来真的 他干不过你 他服了 这也是借骨的一个方面 所以是要修本尊中的愤怒尊 我有一次就是这样的 去一个地方 那个地方的不服 出来一些鬼神不服 不服我就化文尊慈悲 化成观音本尊 跟他们沟通 他们还欺负我 你闻周周的 他还欺负你 然后后来 啪 我化成达威德金刚 把秘证一念 决一掐脚一断 他们一看 全都跪下了 全都跪下了 我再化成文尊 再跟他们说教 都听 都听 这个是借骨 借这些神通力的 这些五尊 为什么佛教里面有五尊 有人看了 很恐怖 搞这个 你看不慈悲 不是 他是为了慈悲 为了让他们相浮其心 才视线的五尊 愤怒尊 叫借骨 这些在修法中 慢慢再给大家讲 时间的关系 也只能交流到这里了 具体的 你们新来的 还可以跟老学员 或者工作人员 去沟通一下 对我们有一个 更多的了解 希望这个道场的力量 能够帮上你们 我们一起成佛 好不好 好 好就好 下课 请不吝点赞